好 各位晚安 非常歡迎各位在策略領我們今天的講座 我們同教授今天跟我們講的第二個議題 昨天其實也是有他的連續性 我們昨天從現代性 傳統性來自超越信眾 整個一個現代性的一個翻譯來看 整個當代的佛教的情況 那麼現在再更進入到一種比較為觀的方式 實際的去做填調的方式所得的一個數據 研究的數據 我們怎樣去看待中國國家的一種生活世界 或是說因為他的題目是這個生活世界 其實就是怎麼去看待中國國家民間的生活 我們其實在一個話語權的一個過程的演變當中 文學還是思想都是掌握在上層社會的收益 就是所謂的知識分子的收益 各位應該有這樣的概念吧 如果我們讀的四書五經 古代是知識分子才可以接觸的到 那個就是貴族 就是上層 那後來可能是近代五十年以來 受西方的研究影響還是怎麼樣 我們自己的學術的走向也發現到 其實民間宗教民間信仰是很重要的 真正的普羅大眾他生活的層面是在民間的 但是我們常常誤己以為 那個就是我們的話 因為我們所接觸到 包括我們的教科書裡面所寫的 我們所讀的 我剛才所舉例的四書五經的這個部分 那個是貴族社會 是上層社會 那所以我們可能只認識了 我們過去中國 不管是讀事大法 或是說整個的一個中國人的生活的層面 可能是一半 沒有全部 所以經過這樣的反省 所以不管是民間的文學 民間的信仰就受到學界的重視了 所以就這樣子開始來做這樣的研究 也就是說其實從這樣的面向來看的話 比較能夠看到整個 如果我們縮小範圍 就中國佛教來看的話 比較能夠看到它的一個整體面 那麼今天我們唐教授 就是要從這個角度來給我們介紹 這樣的中國佛教 他在民間的這樣的所謂世俗世界是怎麼樣的情況 還有它的所謂世俗化的相度 那昨天我也有跟各位報告 跟各位介紹過我們唐教授的學經歷 我想今天有一些新的朋友 我還是要在這裡 各位再稍微介紹一下 唐教授目前是華東師範大學 社會化學科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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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博導 博士生導師 他有五本的著作 他有五本的著作 那如同我昨天所講的 他這二十幾年來 他這二十幾年來 都在專研現代性的問題 所以最早起的 本決思想論爭的現代性考察 以及說中國的近代轉型的社會思維 也都是談現代性的問題 現代化的問題 包括今天要講的這個議題 從市政的這種角度 從他做這個田調 江南市政這個 他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叫做《金卷遺純》 《金卷遺純》 就長江柳裕的秘書文化 這樣的藝術遺純的考察 所以整個的演講 他會有一些實際的體驗 實際的經歷 很簡單的一句話 要了解民間信仰民間化 一定要走入他們的生活裡面去 那昨天我也跟各位預告了 他在大陸所做的田調 好的地方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今天的講演是非常的豐富的 那我們就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他 謝謝 曾經的陳教授 各位老師和同學 我只是第二次跟大家進行加入 非常開心 今天因為整個一個白天呢 陳教授非常客氣 帶我們去玩了很多地方 所以一直處在一個運動狀態 很長時間沒有這麼大的運動量 可能有點小疲勞 然後我想在這個 還是提起精神的 跟大家做一個這個 分享這個話題 昨天我們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人間佛教的一個現代性 傳統性 超越性 基本上還是在一個 曲之類的 就是我們思想史的 佛教史的這個事業中 去看人間佛教的整個的一個歷史 經現代以來的一些歷史 它的特點 它的這個三個方回度的特點 那麼今天講的這個內容 有相關性 但是事實上方法上有很大很大的區別 特別是可能是跟一個制度性的一個 宗教的這個這個視野去理解 可能是有大的區別 主要是一填調 我也基礎的 然後有些觀點它不一定正確 因為這個領域裡的這個研究 我也是在一個轉型探索的一個過程 因為我其實我以前就像陳家說講的 就是我以前其實也是做佛教義理的 就是也是在一個系統內的 就是一個一個一個體制化 就是這一個制度性的一個宗教的研究為主 義理哲學這一塊 但是進入到田教以後 我會發現很多新的問題 這些問題引起了我的這個思考 比如說進入到民間 民間對佛教的理解的一種方式 他們實踐的一種方式 然後我發現突然呢 感覺到它和我們以前理論的研究之間的 那麼大的一個距離 所以導致了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反思 當然這種反思 就可以回溯到對整個思想史的反思 就像剛才陳家說所講的 其實我們教科書也好 我們所看到的閱讀的文獻也好 這就是所謂的大傳統 當然有人對這種大傳統 那麼大量的民眾的生活事件 他的思想事件 其實都被我們忽略掉 當然這裡有它的一個原因 它沒有通過文本的形式保存 但是我們到民間去一看 民眾究竟 我們佛教信眾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這個信眾 它是怎麼生活的 他們是怎麼理解佛教 他們是佛教怎麼去建構它的日常生活的 我們發現這種方式 跟精英的這種 異理的理解的方式相趨甚遠 我們知識分子 我們都很容易從一個理論的 誤入的一個角度去理解 比如說我們對於緣起的理解 對空心的理解 對剝弱的理解 這個沒問題 但是民間它有它的玩法 民間究竟是怎麼去理解這些東西 那麼這個講的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可能就是這個問題 那麼首先佛教的民俗化和民俗化的這個佛教 做一個概念的分析 然後我們主要看一下就是從一個佛教中國化的一個視野 看中國佛教的一些民俗化的像度 然後從中國佛教史的一個角度來看整個的這個佛教中國化 民俗化的一個像度 其實這個佛教的這個民俗化和這個民俗化的佛教這兩個概念 這也不一定很成熟 佛教的民俗化 我在這裡所指的主要是一個制度性的 當然也是用這個楊清昆的這種定義方法 這種institution 這個有意境 這種制度化的這個宗教其實它在一個進入到民間的一個過程之中 它有一個民俗化的轉向 這種轉向其實不是佛教 不光是佛教 但是我告訴他說你真要去跑下去去了解這些基督教的這個現狀 特別是偏遠山區的基督教的那種實踐的民眾的底層民眾實踐的時候 可能你就高興不起來 為什麼呢 就是這些佛教的生存狀態跟佛教一樣 到了最底層的形式 很多它也不是從義理去侮辱的 用一個不是學術化的詞叫迷信 或者說用這個迷信不是一個很地道的學術化的語言 但是他們幾層的進入的方式是一種非義理性的 是他們比如說有漠視論的 比如說為了治病的 種種大部分是這樣的一種進入的方式 那麼我們理解的這個 我個人理解的這個佛教的民俗化 主要是這個受民間文化 民間習俗影響 而形成的一種信仰實踐的形式 而這種信仰實踐的形式 它並不是完全從一個義理去理解 它也沒有辦法從義理去理解 你跟有些基督民眾談空性 談部落 他聽不懂 我就像昨天講 他金鋼金放在家裡是避邪的 他抄金是積功德的 這一點不好笑 這真正的一種 當他們自己的本然的一種狀態 他們主要一個是靈驗 一個就是敘事 這個敘事這個概念很重要 對於民間的信仰的建構來說非常重要 你比如說我們中國 我曾經查過一個大部分的寺廟 為什麼這個地方燒香的人多很靈啊 因為這個大家都在傳通過敘事的方式 各種各樣的敘事 有寶券啊有民間的各種各樣的故事 故事本身 真實性 是不是真實性沒問題 肯定不管它是不是真實 它達到了一個敘事建構年驗的一個結構 你比如說 大家如果在網上一查查 建文帝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本來在歷史上也是不了了知 不知道去哪裡的 但是你會一查 你會發現有幾百個寺廟說 建文帝去了他的寺廟 他寺廟都說 建文帝到我這裡來 曾經怎麼怎麼樣 就諸如此類的 就是說 越是這件事情 歷史性不可考 它越可能成為敘事的一種對象 通過敘事的方式來建構年驗 是民間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手段 因為我們大家如果做慣了義理學的 覺得我們就會看不起這種民間的這種方式 我一開始在做天教的時候 我也是的 這個不是佛教 那個也不是佛教 最後都不是佛教 都不是我們理解的義理的進入的那種佛教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析這種現象 這種問題 但是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這種信仰方式的人 佔據了絕大部分的信眾的一個群體 特別是我們在大陸做天教的時候 發現這種問題 那麼另外一個單一個詞就是說 民俗佛教 其實這個佛教的民俗化和民俗佛教 它們指稱的對象 基本上是差不多 但只不過它測重臉不一樣 它的中間似不一樣 就是說 民俗佛教 更多的還是測重於這種民俗化的這種信仰 佛教的東西 但是佛教的民俗 可能就是佛教 它民俗化的 但是這其中也有挺複雜的事情 也有 我們會發現有些民俗它宗教化 它佛教化 本來它是民俗的東西 它慢慢地變成一種佛教化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蠻複雜的一件東西 不是有現成的 可以參考的 裡面依據 有大量的東西 這個都是在一個摸索去理解 認知的一個過程之中的問題 那麼研究方法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大量的都是經驗性的研究 我們不可能是通過一個讀清幹 我們通過文獻去做這件事情 肯定都是通過大量的田野 那麼在這種經驗性的 這種田野的過程中 關注的 跟我們以前的思路不一樣 沒有辦法通過義理 通過文獻去理解這些事情 那我們主要看著 這個佛教 怎麼被民眾 用於建構他的日常生活 我們抓住的兩個邏輯 一個就是他的信仰邏輯 和他的生活邏輯之間 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關係 大量的這個信仰邏輯 其實是跟他生活邏輯 比起相關的 我們經常跟學生講 你要做一個 鄉村的一個田野的東西 你去研究他的信仰狀況 你一定要去考慮他的生活邏輯 這兩件之間是相互影響的 所以然後呈現出的一種特徵 並不是我們教科書上講的那樣東西 並不是我們印尼佛教 所理解的那種狀況 所以會有很多新的現象 問題會顛覆我們 常以前的這種認知 好看法 那麼第一個 我想表達的就是從這個 佛教中國話的多重相度 來理解佛教中國話的一個奏向 因為我們一般都講佛教中國話 但是我個人覺得佛教中國話 應該從這三個重要的緯度去理解 第一個就是思想觀念層面 這個觀念層面我們做的最多 思想史方面都大量的研究 如是道 就是三家關係 有道安 最說的 有隔翼佛教 這漢以後 就中國知識分子 精英知識分子 就通過用中國人的思維 中國人的概念 包括通過道家的一些概念 那麼就是經過隔翼的一種方法 去理解一個外來的一個思想 這是精英知識分子做的事 然後慢慢的 有 到魏晉時期有懸佛呼嘰 然後儒佛到整個發來的到宋明 這個融合的一種趨勢 這就是觀念式的 或者思想式層面 就我們以前 講佛教中國話更多意義上 是這個層面 但另外一個重要的層面 就是制度層面 制度層面的中國話 就是一個叢林制度 比如說外來的 印度的佛教的制度 到了中國以後 這個轉變 特別是我們禪宗的 百丈清規 來制定的層面 自己的一個制度 另外一個就是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一個幾層事件的一個正方 我們如果把它 納入到一個佛教中國話的 視野中 來理解這個問題 我們發現它也是 中國話的一個重要組織部分 如果說 你把佛教的實踐形式 在中國的那種 表現出來的中國話的 很典型的中國話的特徵 排除在佛教中國話之外 僅僅從思想異理區 就都去理解它 這可能也是一個問題 可能是一個問題 因為民眾不是那麼晚 中國的 這也涉及到一個中國的 經驗和民眾之間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 是一種梳理的一種關係 這個民眾 有時候瞧不起知識分子 在我們古典小時候都是的 書生都是書呆子 他瞧不起書呆子 他瞧不起民間 民間裡面這些人搞了迷信 搞什麼 相互的一種梳理 這個其實我們在宗教的信仰 這個過程中 也會發現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覺得 就從一個佛教的 佛教史的這個角度 來看一個佛教的 一個民俗化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 就是佛教傳到中國來以後 其實它歧途並進 從經濟知識分子 或者是和民間同時就進行了 也就是說佛教的民俗化是在 佛教進入的中國時候 從漢朝開始 這已經開始了 就已經出現了 歧途並進的兩條線索了 只不過我們 後來知識分子做研究的 都是具現在有文獻可考的 這個知識分子這條 這條思想史的這條路徑更多一點 因為他現在講了這麼一句話 早在漢末未出 佛法一知便以 禍夫報應所為其性之要端 行齋見慈世之方 依幫方殊之勢力 進入民間 這個我們通過大量的這個 也有文獻記載的 在民間它 它要生成 它首先通過大量的這個方殊的 顯成的涉受眾生 然後它要用大量的民間的習俗 來進入到民間 這是兩條線 基金知識分子 道安的那一面 傳統是面對知識分子的 這一個隔壹全是簡識的系統 然後構建中國化理解方式的 思想史的這種建構的方式 那麼接下來呢 我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佛教的一個民俗化 主要的一個項目和特徵 它究竟能表現在哪些方面 我概括了一下 這種概括不是很周延的 就是說 肯定會有其他的一些一些一些 一些方面 相對 我這是一個大致的一個概念 比如說 民間的血經 民間的血經 最開始 血經的目的是為了 去傳播嘛 是做一個文字的在地傳播 當然 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 你比如說送的一個 刁板印刷以後呢 大量的經可以刁板印刷了 當然它仍然有民間的這個 大量的血經 然後我們在敦煌的那個 那個那個寫經卷子裡面 很多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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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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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記的時候 都有註明很清楚 寫這個經 無敵是為了 建王 為了是基功德 都有明顯的 明確的有這個記載 那 那送以後的 大量的民間的血經呢 它是基功德 唐是當然 送之前也有 像唐 武哲天 武哲天 詹普斯 他寫了 找人 請人寫了很多經 基功德 建王那種方式 那這種方式呢 跟我們對於 我們血經是去傳遞的佛法 或者去理解的佛法 正式不一樣 還有抄經也是的 抄經 寫經 抄經 你們大家都知道 後來有這個 有職業的寫經生 也有 像以前的這種 廟會的那個那個 道口都有一個 民間的寫經生 你要去問他買一個 經書都可以 他抄一個經典 然後你去供養 對這個寺廟 那這個寫經 它也不是為了傳播 而是一種功德的一種表現 還有送經也是的 送經 送一邊經 他認為有功德 所以他這個主要的目的 民間的這個 這個像度 它主要是為了一種 消災 求福 積功德的這種方式 當然這種 還有造像 到我後面會有一些圖像 給大家看一下 主要是在六個方面 還有就是民間 佛教神和民間神 地方神 這種荒衛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 其實在民間信仰中 它是不分的 如佛道是不分的 崇拜的對象也是不分的 因為它呢 在這個佛教的 民俗化的佛教裡面也是的 它有道教的東西 有地方神的東西 有地方神的東西 也有其他的神的崇拜方 甚至有原始崇拜的 進入到信仰裡面 在民間 他們是可以接納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民間的一場生活 劫令西俗中 有著大大的 佛教民俗化的身影 還有 今天我們在都市也好 在鄉村也好 有大量的 是我們日常的 民俗生活中的 一個重要的部分 比如我們在上海 我們一直到佛誕日的時候 觀音菩薩 整道日的時候 那個寺廟周邊都見人的 那些人去 他是不是佛教徒來演 不一定是 我們做了大量的請教 大部分人都不是佛教徒 比如說我有一次 就問了一個出租車司機 出租車司機說 給他老婆打電話 說今天去 要不要去燒香 然後我問他 你是佛教徒 不是的 但是今天是觀音娘娘的生日 肯定要去的 就是這一種理解的方式 就是成為一般民眾的 一種生活方式 另外一個 比如今天 建王法會 建王法會從明清以後 非常盛行 民國時期非常非常的盛行 那個時候 在上海他也是的 整天 大街上都是 敲鑼打鼓的 他們是 特別是大戶人家 他認為要通過這種方式 去表達他的身份 或者是 但是也有民俗化的佛教信仰的特徵在裡面 還有放生 放生這種現象 當然最初 中國的本土思想中也有放生的東西 這個 魯家思想 和道家的這個思想 眾生的這個現象 放生以後 但是真正 計劃了放生 作為一種民俗現象的 還是佛教進來以後 大量的法醫力延續到現在 放生成為一個社會現象 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說 來源於法會道場的一個寶券 寶券現在在 因為中國的寶券 現在有人專門做寶券的研究 就民間的 最初是來源於佛教的法會和道場 我們長三角叫 吳芳園區的寶券 還有河西寶券 還有建秀山西的建秀寶券 這三區分區 這三方寶券 但現在呢 我們調查下來 吳芳園區的寶券 它的宣券仍然在進行 建秀寶券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都成為一種非原生態的 大家在一起促熱了 農錢的時候 也不是家裡面有什麼事 去請這些先生來做寶券的 但是在吳芳園區 我們調查的有些地方 一直保持著這種原生態 比如說大家會上家去 大家有事 人家請幫先宣券先生來宣券 寶券是文本 宣券就是整個儀式的過程 這是民間的一種辦法 他仍然在做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一個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個案 就是江南的私政關係 作為一種民俗文化 民俗經濟文化生活 而導致的 佛教的民俗經濟文化生活 而導致的一種 整個江南地區的一個 特別的一種現象 殷似城鎮 當然這講的正是一個小的刺激症 不是那種功能性很強的那種中等 縣衙門啊 州府 這不可能是軍事城鎮的 但是國家有目的的 或者一個軍事城鎮 那都有目的的去修建的成熟 但是在次生的小的 次生的小城的自然發展的過程中 先有的寺廟大量的現象 政治也好 市制也好 記載得很清楚 先有的寺廟 然後維尔這個寺廟通過這個民俗經濟的 民俗文化的活動 通過宗教文化的功能使得這個地方 成為一個基準 而且這個基準就以這個寺廟命 這太多了 在江南地區太多了 可考的都有一百多個 這個六個方面啊 我是對一個佛教的民俗化的項目的一個概果 這種概果可能不是周延的 可能不是周延的 那麼我們簡單的看一下這六個方面 你比如說這個 剛才講的寫經抄經 送經的目的 是為了消災 是為了激功德 是為了這個 這個 這種現象呢 有文獻記載 有文獻記載 抄的經 像《金剛經》是最多的 《金剛經》裡面也講的 《金剛經》裡面也講的 因為我看《金剛經》的其中有些語言也是很關鍵的 比如說《金剛經》裡面就講 要讀這個經券 你要去抄送它 你去念它 功德不量 大家去讀《金剛經》裡面都有這些話 《法華經》裡面都有這些話 這些話也是導致了佛寶信仰的一個原因 就是大家對佛教文本本身的信仰 當然這種信仰在民間把它放大 今天我跟陳教授也在聊一個室 有西字 農村這都有一點類似的 農村有些底層的農民他沒有文化 但是他很尊重寫了有文字的那個詞 西字 他以前有專門有人去收集這些詞 然後很好的去尊重這些詞 處理它 燒它或者埋著 西字社 西字會 但民間對經典的這些東西 當然他有法 有這個經典的依據 像《金剛經》裡面就說了 你要讀它 你去供奉它 你去抄它 功德不量 當然也有這些話 但到了民間會把它放大 我們看到《太平廣記》裡面就講了 講了因為你寫經 得到好的報應的這個地方 就有七卷之中 大量的東西 記載這種林業的故事 關於民間造像也是的 民間造像 這是一個寫經 民間的寫經 我們會看到 對於一個 《波羅波羅密多心經》的書寫 但是我們看到 在寫經的右邊 這個民間的 因為本來 金剛經 都是講 大波羅布的新藥 講波羅空性的 講五運間空的 講對空性的理解 一無所得 無有恐怖 原理顛倒夢想 究竟那個 講空意的 空意的理解 但是民間的時候 在右邊 加了很恐怖的這個事 你這個要怎麼怎麼 鐵口咬 火爆仇人等等等等 就是說它抄經的東西 它是有興趣的 民間的 對寫經的過程 一方面它覺得抄經有功德 另外一方面它也不是純粹的 從一個空意的一個 民間的造像 觀音菩薩的造像 這是送子觀音 在民間會有這種造像 因為我們講觀音的造像 民間有 常見的有三十多種 有三十多種 其實遠遠不止 我們在民間的教導中 會有各種各樣的 你需要什麼 它就會給你 有什麼樣的 觀音造像出來 它有時候是法師 和民間 民眾需求之間的一種合謀 你要什麼 我可能會有一個 什麼樣的造像出來 所以民間的 這種玩法 民間它對佛教的理解 一定要進入到它的日常生活 它是要用的 它不是說整天跟你談教義的 它那種我們今天 知分的理解的那種 那種交易學對於空心的理解 然後我們達到 內在的一種覺悟的 這種路径 它不是那種 那種方式 它是一個靈驗 它基於一種靈驗 這都很靈 靈它就要去拜 就要去求 然後這個是一個 送子觀音的一個民間的造像 然後這個我們看到的 其實也是觀世音菩薩 這是在梅山 因為梅山是蘇士的老家 在當地蘇士就是 被看作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民間不管 民間到梅山去 他們都是觀世音菩薩 這個蘇士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然後這個看起來 有點像聖母像 有點有點像 但這也是觀音菩薩 就是造像 在民間的 這種呢 是當地的 也是一種 民宿菩薩很有 撐著這個主感 撐著這麼多 當時我也不知道 我們都不太清楚 這是什麼回事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在這個寺廟的下面 撐著這個主感 民間呢 有沒有人知道 實際上說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怎麼很奇怪 我們當然都不太清楚 這個現象 因為他們這個很怪什麼 腰痛 誰的腰如果疼的話 他就在這個佛像的下面 撐一個主感 他說我撐一個主感 這個腰會好起來 當地的一種風俗 不可思議 是吧 但是他進入到了一種 佛教的一種民俗化的一種 然後這個 這個是我們一個 中國社會院的一個老學者 楊宗文 你也認識的 他腰說 他說腰不好 他要去弄給主公 去查一下 就是說 這個民間 這個佛教的神 第二個特點 我們再給他展開一點 就是佛教的神 和民間的神 一個互換位 這個換位性 要很多的 一方面是佛教的神走入民間 他像觀世音菩薩 其實他已經走不到民間了 這個神也是典型意義上的 佛教的神走入民間 被民間各種各樣的造像 因為現在的觀音系 像各種觀音寶券的地方的改變 都很多 包括我剛才講的 蘇世都會成為一個觀世音菩薩的化神 在民間 那麼這種神是可以走入到民間的 而且是把人格化的東西上昇為一種神 人 道成像 我們講的道成肉身一樣 這種這種作用 另外像閻王爺 像武道 將軍 像武通神 他們都進入到民間 有民間的一種信仰 這種化神 當然民間的神 他也會走入佛教的這個 在民間也走入 我們現在最多的 當然有些佛法神 像維托菩薩 像觀工 這是比較多的 觀工其實一進入到西藏的這個 西藏人會把它 理解成一種格斯爾化的化神 格斯爾是西藏人的戰神 因為觀工會打仗 當然最初可能這個過程 有的考證可能一開始是有內地的士兵們帶過去的 然後當然也有移民的東西 當然 後來西藏人接受 他是從一個格斯爾化的 其實現在仍然有些寺廟的人 他們把觀工當作是格斯爾化的一個 格斯爾神的一個化神 當然 這個還不奇怪 我們會看到 就是這個閻王爺 閻王爺進入到中國以後 變成民眾信奉 人家在唐宋以後 很多當時的這種記載 用到很多人說 這個 是成為閻王爺的 要翻中間 要扣菌 這些人都成為閻王爺的化神 這是在民間的這種理解的過程 那麼 現在很多的寺廟裡面 它有供奉地方神的 要比我們曹王寺 大曹王寺 它就是個寺廟 它可能會供奉地方的一些神 因為民間對地方神是很崇拜的 我們這個地方神跟那個村莊 或者那個地方有一個故事 有個敘事 它曾經 庇護了這個村莊 或者是有怎麼樣做了怎麼樣 它會供奉起來 像土地省 三菇省 這也在長三角裡面都有供奉的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在這個 上海的一個珍珠寺 珍珠寺裡面這個樹呢 其實也挺有意思的 它這個樹一開始有五六百年了 據說是六百多年 然後中頭死掉了 死掉了 就是整個 現在我們看到裡面是水泥的 中年的黑的都是水泥的 水泥都撐起來 它以前整個樹都死掉了 後來那個老方丈 那這個樹又活了 這活了呢 然後這個樹就成了神樹了 然後這個 很多人到這個寺廟裡面去拜這個樹 那這種信仰也不是一個個案 我到那個西安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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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邵華山的那個沃龍寺也看到 它一個柏樹抱了一個槐樹 不抱完 然後這個樹很神異 那麼很多人去這個寺廟裡面說 拜了個樹 就這個呢也是的 這個是在網上看到的 就在重慶的一個一個形象 寧義 然後有一個敘事 很寧義 然後很多人都來拜這個樹 沒辦法 這個政府出了一個通道 說大家你們感到好奇 並為之產生強烈的有觀看欲望的 所謂菩薩顯靈 它是不存在的 有別人來燒香也別人放爆 但民眾不管啊 民眾站上去啊 這個類似的在在在在民間的一種一種 對於一種信仰的一種一種 理解的一種方式啊 其實是一種常態 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 當然這種信仰有時候也會被一些人去利用啊 比如說他弄一個什麼 什麼一個形狀 一個仙人的仙啊 或者是某一個在禮物區 他會吸引很多的遊客去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民間呢 他會對這些東西產生信仰 他認為這種有靈驗的動作 會成為一種信仰的東西 另外第三個一點就是這個 民間日常生活中的一種 結令的一個習俗 他深吐著民俗化 佛教民俗化的這個身影 那這個就是各種各樣的佛教的節日 這樣我們比如說這個佛教的節日 也然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市民生活 文化生活 特別是民俗文化生活的一個南緣 這個南緣 雲南澎會 當他都有一個歷史的一個發展的過程 像現在的觀音節 納瓦節 像這個 史加木玉佛節 那都成為一個 那地方大量的人去參與的一個活動 那麼這個活動 之所以我們說它是慢慢變成那種佛教的民俗化 或者民俗佛教 就在於 其實大家去參與這個活動的人 他不是信徒 或者說他去的目的 也不是帶著一種純粹信仰的一個目的的一種理解方式去參與的 而是把它變成那種民俗文化活動 那我們常見的就是這個廟會的這些東西 另外一項 另外一項 善藏 建王法會 放生 放生 這種現象 現在 我有個研究生他專門做 做這個 田調 就是做這個放生的一個 規模 像上海這個城市 他其實每天都有很多群體在進行放生 有的是定期的 有的是這個 在這個佛教的這個 特定的這個佛教的節日的時候 有放生 有寺廟走著的 有民間走著的 有居士自己走著的 還有藏傳佛教的活服過來以後 這個心中圈你們自己走著的 這個規模 稍微大一點 動輒上千人 幾百人很正常 三四人很正常 那這個過程呢 這個已經是 由我們一般講放生 在佛教的這種理解中是隨緣放生 就你看到這個 動物受到傷害了 一些救度這個動物 去表達一種一種一種慈悲和靈敏 這是一個佛教倡導的 一個隨緣的一種放生 但是現在放生卻要成為一個問題了 因為 首先 放生有點刻意 大家去這個 菜市場用卡車 抓了很多 這個 本來是人工飼養的這些動物 然後放到一個野生環境的中心去 很快就死了 所以有的大眾 希望大眾說 這是到底是放生還是放死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環境問題 還有 當然還有的更恐怖的 放蛇 對吧 對 特別有的蛇 他還要放到寺廟周邊去 對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對 當然是有的是有毒的 還有其他那種動物 造成生態的一種失衡 那這 因為還有的 我們會看到有些人到學校裡面去放 學校的河裡面啊 百大都有人去放 文明部隊有人去放 後來被阻止了 就是這種活動已經被變成了一種很恐怖的一種社會現象 人們去放生的目的也是很功利化 就是說為了去功德啊 為了治兵啊 或者是為了這個什麼什麼樣的 當然這個放生 這個過程中現在我們在調研下來看到有很多職業化的方式 就是他通過這個這個產業鏈去磨研的 他磨研的 收取錢 他很精於此道 很熟練的 他在這個每個環節中他去去去去去去去 本來是一件很好的表達慈悲心的一種一種一種舉措 當然這個這個因為我今天講的這些東西如果是個信託 我們聽起來我們可能要去從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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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裹的方面去理解它 因為我們是一個客觀的分析一個社會現象的問題 那麼中央法會這個是我們會看到的 我現在講的這些東西就是客觀的成熟這些現象 我待會兒說表達我的觀點 我們怎麼去看待這種現象 怎麼用什麼一種方式去理解這種現象 這是我們看到這個放生的一個場地 大卡車從菜市場買來然後到江邊去放 這個規模還不是很大 我們會看到更大的整筒整筒的那個魚啊假魚啊往黃河江倒 這是一個放生的一個現象 另外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就是這個來源於道場法會的 蘇智隆啊寶卷啊進入到民間 成為民間民眾的生活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 比如說我們去調研呢這個長熟的這個枝塘 有個地方叫枝塘的那個層樁 它的寶卷 它的寶卷到現在呢 還不是展演式 就還不是說像舞台化的一種展演式 因為很多寶卷現在變成慢慢變成一種文藝化 就它喪成了原來的那種 原生態的一種信仰的狀態 枝塘的寶卷它 我們去做錢架的時候 它很多它不讓你去的 因為它有一種忌諱的 它家裡面有時候它就不讓你去 那這種信息本身也傳達了這種原生態性 它有昏丧家居 他們這個有通卷 通卷就是不管是黃白熙的都可以唸的卷 香山寶卷 講這個觀世音普三的這個 廟山公主的這個故事 在整個長灘境中 非常流行的香山寶卷 那還有這個昏卷還有素卷 還有這個草卷 就是在民眾日常生活中去用的 當然這些東西 它其實這種民間 佛教教教道民間已經構成 構建它的上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這裡面整合了他們幾代人的記憶 他們那些老人對這些寶卷很有情感的 他們進入這個活動過程中 本身就構成他們一種文化生活的一種記憶 就像廟會一樣 比如說我們上海的那個農華廟會 以前很出名的 周旋還有一個歌 叫做這個農華的桃花 然後後來很多上海的這些移民 到東南亞的移民 回來第一件事還要去看看那個農華的桃花 所以現在也看不到它以前的影子 但是這種文化的記憶還是很深的 佛教的這個民俗化的這種文化生活 構建他們的少數 這種對他們的影響是很大的 這是我們在這個職堂看到的這種寶卷 那職堂的寶卷各種各樣的情況 他有在寺廟裡面進入寶卷 有的在這個小的這個社廟裡面 有的在家裡面 有的在這種社廟裡面 還有在外露天的公園公園裡面 都有可能做這些事情 我們看到這個是這個一個叫私娘 就是女的念宣卷的比較少 當地人稱為私娘 他在做一個開光的這個事情 上面這個是念寶卷 他有的一些信眾啊 跟著後面賀佛 他在念的過程中 幫槍的那叫賀佛 他們很很快樂的參與到這種活動之中 這是這個事情呢 在整個這個 五方岩區以前是很活躍的 那現在很然有保留的這種原生態 成為他們常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家裡有什麼事 包括買了新房子 喬遷的時候都是這樣 我到我們田廖的時候會發現 一家買了一個別墅 他這個樓下呢 是用佛教的這一套寶卷宣卷 樓上呢是道士們在做 同時進行很熱鬧 這種現象呢 他們認為這個保平安 保家我們念一遍 讓我們這個住的很明顯 這些東西呢 都是難願於民間的 都是我們 教徒說 我們的義女中 可能不會去關注這個圍度的 那麼他們究竟是怎麼去理解佛教 他們究竟是 我們又要怎麼去面對這種多元化的一種信仰狀態 這讓我們看到的這個仍然是民間的民俗化佛教的這個場景 有的是在寺廟裡面進行的 有的是在公共空間 有的是在家裡面 他們自己很high 很enjoy 他們這個整個的過程中 就是一場生活中的一部分 就是一場 不像我們去拿一個經典 我們去理解空性 我們坐而軟道 我們在家裡面去體驗禪的 知名字所最喜歡的那種禪境的一種體驗 他們一定要是通過儀式化的一種方式去表達 然後有一群人在一起進行儀式化表達 當然有很多人通過各個方面去研究 這種儀式化的活動 是不是構建他們的能力 是不是促進他們這個社區之間的這種整合等等等等 是不是增進的這個上下之間的這個不同 長輩與晚輩之間的溝通都大量的研究 我們會發現其實也是有這樣的這種現象出現 因為有的這些寶券是晚輩給長輩做的 如果他們來以前關係不好 通過這一個儀式的過程有溝通的關係 因為整個過程中表達了 他對他晚輩的長輩增進 這個是一個生活化的一個東西 那麼講的是比較快的 因為這六個方面 第六個方面是我想跟大家著重去分享的 有一些個案給大家著重去分享的 就是殷寺城鎮 殷寺城鎮在江南地區的 它是通過文化的民俗的經濟生活的這種方式去做的 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相會的一種形式 當然那是最初的那種相會的形式 所以它導致了這一種殷寺城鎮的一種方式 我們上海的地方有文獻記載的 你比如說農華寺 它就先有農華寺或有農華鎮 因為在上海開幕之前 都是一個個的城鎮 古鎮 現在有些古鎮還保留著原來的風貌 像真如寺也是的 先有真如寺 然後文獎真如寺的真如鎮 真如鎮就離我們那個學校的本部不是很遠 所以我們那個教練是很方便 清安寺 然後這個祁寶寺 南鄉寺都是很典型的 在這個上海嘉定區的南鄉寺 它先有一個南鄉寺 後來有了一個文獎的南鄉寺 有一個小的古鎮鎮 而且這個鎮鎮呢 就以這個寺廟命名的 其實後來我們發現 它其實也不光光是長三角 北方也有 北方相對可能少一點 然後我們到那個 江南的一些村莊那邊去調研 村莊也有這種現象 就這個村莊 比如我們去在南巡那邊 有一個叫南陵 南陵村 這個南陵村有個寺廟叫南陵寺 圍繞這個寺廟也構成一個村落 所以那個人講的那個城鎮 最初可能是一個市集的概念 所以剛才講的這些 我概括的可能不是很全面 不是很周延的 就是關於佛教的 政党心的一個佛教 周圍道民間 它的一種走向 跟我們以前所熟悉的 通過信、解、行、政 通過教義學的理解 然後你去又去行 又去內在的啟政 這個路径是不一樣的 在民間大量的民眾中 是不一樣的 民眾的一個 主要的一些特點 他把佛教和日常生活 高度的融合財管 把自己的習俗 把民間能力的秩序的東西 和他所理解的這個佛教 進行融合 所以民間有民間的智慧 民間有時候你會發現 民間東西它是如福道不分 什麼神也不分 很雜亂 但事實上它雜亂的背後 是有邏輯的 其實是有邏輯的 他們為什麼這麼做 他們都有道理的 他們都會講的各種各樣道理 這種道理和他的 那個青庄的歷史文化有關係 跟某一個人物有關係 或者跟政治的影響力有關係 某一個權力對那個 而外的這個這個這個 來自於政治的權力的影響 這個村莊 是有關係的 所以在這種方方面面 關係的一個合理之下 形成了他的信仰的一個邏輯 你比如他在一個市面 怎麼供奉 供奉什麼什麼什麼 他都有講究的 所以這是一個民間的玩法 所以民間對一個信仰的方式 他雖然不是通過藝尼 他是通過靈驗 他喜歡通過 用靈驗的方式 很容易被他們接受 另外就是敘事 敘事這個概念 是一個很重要的 當然民俗學文 或者這個 本來也是民俗學文 是理解的 經過民間 去理解他們的信仰方式 中國的民間的大量的這個寺廟 都是通過敘事來建構它的靈驗性的 就這個寺廟為什麼會 心中很多都去拜他 他開始都是通過 但是這種敘事一開始 可能是捕風多影的 他沒關係 他不在於他的真實性 而在於這種敘事 他那個諾濟生根 被當地人接受了 他這個信仰也就建構起來了 就像像寶劍 他所建構的這種信仰 這種明艷性一樣 這是構成的一種民間 實現他的信仰生活的一個方面 當然我們看到的這個 我們歸了他的特征的時候 其實也是蠻難的一件事情 我們在歸了民間 宗教信仰特征的時候 其實是蠻難的一件事情 這種說法 裡面都有很多問題需要澄清的 因為這個也不是很 本身這個民間的東西就是很複雜 小不太快 你要去給他一個很清晰的 一個特征去表達 也是不太容易的 首先我們會看到 有的人把這個信仰的方式 已經封為一種 一種異理性的 或者一種民間的一種信仰性的 他們之間的這種區分 應該是比較清楚的 因為我們知分子的 寫活的一種方式 通過信价行政 通過異理的理解 然後有人重視了內在的一種覺悟 也是 他認為是切合佛教的 戳衷的 佛教的旨意的 意志的 通過這種方式 去體達通信 去真誠 空心 然後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民間 他在拜一個神的時候 他有敬畏感 他可能不太懂 空衣 什麼是空衣 什麼是緣起 但他有敬畏感 他很虔誠 當然靈驗也是很重要 那麼在這個時候 我也不是很清楚 究竟怎麼理解這種 就像我們昨天所講的 超越性的問題 我們講超越性 有內在的超越 自我覺悟 內在的超越 東方的超越的一種傳統 但民間在面對這個 信仰的時候 他的超越方式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既然是靈驗 他就會 外在的東西 就認為這個神會給他力量 會幫助他 會給他 會拯救他 等等等等 這是一種 一種 一種 一種方式 這種方式應該說 跟異理性佛教是不太一樣的 當然第二點就是 他 崇拜了這個 對向神的這個 高度的混雜性 如佛道不分的 當然有的地方信仰 也是攪拌在外面 但是雖然複雜 背後是有它邏輯的 就這我們在具體的 作為公安調查的時候 都會發現 背後是有邏輯的 看似很雜亂的 那個信仰 背後其實是有邏輯的 這種邏輯的來源 原因很複雜 我剛才講的 包括這個青庄的歷史 青庄的敘事 包括外來的政治權利的影響 都會建構它那個層庄自身的 信仰的這種秩序的這些東西 他們喜歡把佛教的這個 和民間的這個民宿 集合在通過儀式化的這種展覽去表達 使它生活化 使它在生活空間呈現出來 但是他們不是很在意這個 意義理性的研究 不是在意一定去通過佛教的意義 很清楚通過意義去表達 但是他們都知道一個簡單的邏輯 比如說英國 所有的民間信仰的都有英國 當然英國的佛教講英國 當然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有講 像道教有成婦說 也是有英國的 當然老百姓都知道 好有好報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這是最普通的最簡單的 人類 這種根基 這是民間的 在民俗佛教中 當然是貫徹 當然是貫徹 這果報 所有的果報 這個民間是很清楚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會發現 他整個這個 各個地方化的這個 信仰的敘事建構過程中 都有大量的地方性的故事 整入到他們的這個 信仰敘事的 這個建構之中 這個可能是一個 民間佛教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特徵 主要的特徵 當然這也不是很周延的 去表達這種特徵 有人對這個 佛教的這個信仰 功利化的一個統計 這個 真統計也不是很 確切的 當然這也有激方性的差異 有激方性的差異 這個功利性的東西 也是導源於西方人認為中國沒有信仰 我們經常說的很多西方的學者 他就是說 是中國人沒有信仰 也就是說他們更多意義上表達的是 找不到跟他所理解的那種 西方式的那種信仰 或者是非功利性的東西 但他是不是有非功利的東西 這個我們也仔細去調解他們的這個 這個信仰的狀況 可能 結論也不見是這樣的 但中國的民間信仰 功利性的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中國人的這種信仰 也不一定一定是對於一種超越神的一種信仰 因為我們看到他很多地方生 地方生為什麼他進這個地方出來 這個地方生對他有功有德 從德 對德的一種真寵 成為他對信仰的一種重要的一種一種一種渠道 或者一種一種方式 還有功 從德重功 某一個人對這個地方有功 那麼可謂成為他的一個崇拜的對象 所以這種信仰的方式 其實它不是一種 我以西方的那種宗教類型下面 所理解的那種真正完全超越功利化的信仰 這是中國人信仰的一種傳統 道明堅這種傳統當然也是在重德重功的 這種信仰 那麼其實我們看到的這種民間信仰的這種狀況 那我個人就是有些對佛教民俗化的一些這種思考 那第一個就是關於這個佛教信仰類型的一個思考 我們都在說信仰佛教 其實我們看到人群的複雜性 人的背景 知識背景都不一樣 那科學家他可以信仰 然後我們人文學者可以信仰 然後我們一般老闆人他可以信仰 我們工科的人信仰 文科的人可以信仰 那很多退休的老幹部他們也信仰 各種各樣的人群都信仰 那麼他們的信仰 他們進入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樣的 他們理解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樣的 這個在其他宗教中也都有 也都出現的 對吧 我們在講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學家 他後來導致對神學的信仰 然後很多人他 他像比如說像劉頓 他們很多人他在研究對一個宇宙的理解 宇宙那麼的和諧 他最終他會導致這個 一種一種神學的信仰 去求這個第一推動力的問題 當然還有其他的這種理解的方式 特別是像你的物理學家 像科學家 他們進入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這種 我們經常講 在讀這個 李宇謙的讀者一星的哈佛來講 就是這種 雖然都是對佛教的信仰 但是進入的方式是 差異性非常大 我們這個個案 如果大家看個案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你看很多這個 法師 比如經安法師 就是八字圖圖 近代的一個師聖寫 有那些事 他 最初信仰的一個原因 他小時候放流 春天的時候看到滿地的春天的百花都開了 但是一晚上過了 下了暴雨 第二天去一看 整個花都凋零了 他感到這個 人生的這個無常 他很快 他去出家了 好像我們理解 這種人的宗教感是特別的敏敏 特別的敏敏 去進入到一種信仰的狀態 這我想可能是不光是佛教的一種信仰狀態 其他的宗教的信仰狀態可能都有這些東西 那麼這麼多 複雜的不同的 具有不同背景的人 不同的 信仰方式的人 那麼他們 進入到 同樣都是說 這個佛教信仰 他肯定有不同的類型 然後對於這個佛教信仰的類型的分類 本身就是個問題 有時候不好分 你比如說民間的 精英的 這種話本身也有問題 因為很多的那種精英 他玩的也是民間的 在工錢裡面 工錢裡面其實他很多的信仰都是民間的 你怎麼說上層的或者幾層的 知識精英的或者是民眾的 民眾的也有他很厲害 民眾的也有他玩的很精英的 他進入到他對異理的這個理解是非常精英的 我們會發現 所以有時候你單純的用一種 單一的這種人群的這種劃分 去劃分類型的時候又存在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會看到一個 從什麼方式進入了 比如說異理題呢 知識者對禪宗的這種自覺自證的 對於佛教的空心的理解 都我們去理解它 那民間呢 就我剛才展示了這些委託的學理研發 那麼這裡又有一些問題 那大家相互不服氣 那你要如果說 通過異理的這種事情 你就說民間這些東西 他們玩的不是正法 我們今天經常要振興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要振興 當然振興是非常好 我個人覺得是 我們都容易結納的一種方式 容易結納的一種方式 那麼其實對於民俗化佛教的態度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個人的這種 因為我一開始也是通過 義理佛教進入的去理解佛教的 我一開始在做天教的時候 我真的也是不太瞧得起這些民間 我覺得這裡人在瞎弄 瞎搞 但是後來我的這些觀點發生變化 因為通過這個人類學的方法 或者民俗學的方法 很開放的 包容的 從一個文化決鬥的意義上去理解的 你會發現他們有他們的道理 這道理太多了 原因太多了 那麼它的背景不一樣 它能夠用我們的方式去進入嗎 它們很難 它們不可能 你跟它一起講空性 講部落 有時候很難 它就有它的理解的方式 因為本身它是那一種文化的理解的方式 有它的那個視域 有一個英文叫Horizon 它有它的這個Horizon 有它的這個視域 它理解問題的這個視域 所以 就像我們在星雲大師中所接觸到的 我們在講太虛到星雲大師的時候 你比如說太虛在當時的語境中 它是要去清理當時的過於鬼神化的佛教 過於民俗化的佛教 它是持一個清理的態度 因為它的語境不一樣 當時整個中國的佛教太重視死亡了 太過於民俗化 所以它當時的提出的很多理念 第一個在觀念史上就要去美 然後對這些民俗化的 它也是這個主張是做一個清理的態度 重新整理有一個理性化的佛教的心理 但是到了我們現在的語境又不一樣 我們現在要搞非儀了 很多東西 很多佛教的東西 很多民間的東西 以前都被稱為是迷信 但是現在有了非儀 我們有一個合法的身份 所以我們大量的東西又進入到 被認可 被合法化 像星雲大師它對待民間信仰 它是非常包容的 就是我還讓我們舉的例子 比如說世界神明大會 我覺得真的第一次我在風風川 看到那個現象 真的滿震撼的 各種各樣的信仰的 這種單位 海外的、大陸的 各種各樣的信仰 不光為乎抹 它 없고為民進 各種各樣的要摸尾怪,信仰 它都是一個包穆的面對 然後有一個大年歡的這種態度 這是金雲大師的一個態度 其實我們會發現 在不同的语境中 对一件事会发生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对民间佛教的这种态度 其实我们转化一种方法的时候 也会发生一种变化 如果我们说 我们跳出了单一的 一里佛教的这种视野 我们从一个文化学的这种理解 人类学的 民俗学的这种方法进入的时候 那当然这些东西它是 也是很可爱的 也是应该有它生存的 应该去尊重它的一种方式 这是我现在理解的这种关系 我们不能用某一种宗教信仰的类型 一定去排斥另外一种信仰的一种类型 因为人的多元性的关系 就像一个树林一样 各种各样的树木 长的形状不一样 有的是很高大 像阳光的地方 但有的它就 它没办法像那样的生长的方式 所以我个人觉得 用这么一种方式 用这么一种方式去理解 就是这种方式 生态关系的一种方式 生态关系的一种方式 去理解一个多元生态关系的一种 佛教的一种理解方式 或者说所谓的解决方式 其实这种多元生态关系的这种理解方式 其实它不光光是佛教 那么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的宗教 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在实践的过程中 它也是差异性很大 就像我们看到了佛教的精英的信仰事件的方式 到了民间 它完全不一样 不同的人群中不一样 那么这个如果说 把它作为一个多元生态关系的 这个信仰生态关系的这种方式 去理解它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发现 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 这里最顶尖的那是大师 就像我们昨天讲的 这个剥弱智慧善想方面 度高度的融合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种方式 那一般的民众在中间的这种方式也很多 就我们讲的这种居士的这个群体的这种方式 他们去理解佛教 他们对教育学也有理解 也有理解 他们这些人呢 往往是连结下面 一般信众的就有一个连结的功能 这我们在一般很多居士的这种信仰事件的这种方式中 我们会找到一些这种感觉 但是大量的 基数很大的 就像这三角形的底部一样 它是一个数量很大很大 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那很多人仍然是在一个民间化的一种理解方式 因为这一种是一种真实的一种状态 就信仰的一种状态 它就是这样 就这样 当我们习惯了我们的理解那没问题 因为我们能够通过逸拟的方式 通过自证的方式 自我觉悟的方式 去理解佛法 佛法本身它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但是到了一个进入到生活过程中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这么去做 这是我想表达的 可能是一个生态关系的一个问题 生态关系的问题 那么整个看下来 对于一个佛教的理解 我们从佛教中国化的决定来理解 从事件的这个层面去理解 它的民事化 从一个佛教史的一个决定去理解 从一个信众的差异性的这个决定去理解 佛教的一个民事化的问题 其实现在我们讲非疑嘛 其实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些大量的民间佛教 其实它作为一个文化 生产的这个决定来讲 它是很重要的 现在这个跟佛教有关的这个非疑 这个非疑有的是国家级的 有的是世界级的有几个 它有四个 那有的国家级的 有的地方性 各个地方性都有 跟佛教有关系 当然有的是跟佛教有关系 它不一定是信仰性的 它可能是佛教派生的一种非疑 但是大量的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跟民俗佛教有关系 它并不是精英佛教 因为民俗佛教它有大量的仪式啊 它要唱啊 它要有这个仪式的东西 它要制作一个民俗化的东西啊 一个工艺品啊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作为一个民间文化的生产 就来说 民俗佛教相关的这个非疑 大量的非疑 都是源于民间民俗佛教的这种 这种艺术的东西 这是刚才讲的分享的就是说佛教的这个民俗化的主要的一些项度 然后这些项度和它的一个特征 那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将来的这个民俗 旺化经济活动和因此城镇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研究的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 当我这里讲的这个寺庙主要是指佛寺啊 就是佛寺 这个城镇呢 就是小的城镇 四级的小城镇 四级的小城镇 或者在最初的出行是市级 市级在农村里出现的那种 其实市级的一种一种形式 所以这有些概念的一个分析 对于一个城市城镇市级的一个分析 那江南这一区主要还是指这个 长江中下有地区 特别是太阳湖西 东这一地区更明显 非常明显 当然对于这个英寺城镇的这种研究 历史经济学者的研究也比较多 也有其他的这个经济学者的研究 都有不同的学习的意见和见解 有的人认为这个 其实跟那个地方的地域有关系 跟那个他们的手工业的活动有关系 有的人说跟那个地方的资料方式有关系 有的人说跟他交通有关系 当然这个方面研究很多 当然我这里要看的就是说 宗教的民俗文化的民俗经济活动 究竟在这个英寺城镇中 究竟能不能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那是不是建构在江南地区的通过民俗文化活动 而建构的这种寺与镇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首先一个现象就是将来我们一般人在看这个过程 首先就看到了很多的现象 就是这种是以这个寺庙命名的 是以这个寺庙命名的 当然正因为这个大量 我们看到了江南地区很多这个 其中是以这个寺庙的名字去命名的 那么这里面 会发现有些这个过程中 确实这个寺庙的围绕这个寺庙的民俗经济活动 寺庙形成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当然一个是一个一个一个城镇的形成过程 这它的有效性主要是对于那个小的刺激的小城镇来讲 这个是我讲的这个对于在这个之前的铺垫的东西 我就不得不去讲了 就是不同类型的这种 市政关系的这种一层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寺庙啊 或者其他的宗教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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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所啊 和城市这种关系都是不一样 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宗教类型中都不一样的 你想像古龙瓦的那些基督教教堂 它都依托于城镇 它的船空更多的依托于城镇的这个 发达交通啊 物质的基础的发达 这是它的一种一种状态 还有的这种像这种圣城的这种状态 就是这个城市宗教化 宗教城市化 就是在典型的这个镇佳合一的地方 比如这个中东 比如我们纳萨这个是用秦号 还有移民构成的 这是在我义乌的看到的 有各种各个地方的通过移民 把它信仰带过去的 这是这个纸江的 有福建的移民 本来是一个这个 妈祖寺 它后来也在地化 就成为当地人民 有妈祖信仰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南园 中国的这个 寺庙的封部的这个 结构 在一个城市中分布的结构 这是还是扑建型的东西 就是它也是 跟西方也不一样的 因为西方那确实是一个 我们会看到一个 证教关系 体现的一种证教关系 它的这个寺庙 大的教堂 可能是在一个 城市的一个中心 然后它有个 公共的广场 所以它 然后像各种坚虚延伸 我们会看到一个教权 对一个 世俗的影响意 而且它住在一个中心的位置 但是中国的城镇寺庙 它跟生活区相关 而且中心肯定是皇宫 政治行政中心 这是不要说的 这中心的位置 肯定都是行政的 这个王权 或者是政权的这个位置 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 寺院的分布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江南 江南的这个 因斯城镇的情况 其实它也蛮复杂 不是简单的 都是说 是一个一类的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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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主要有可能有 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 正因司明 就是这个 其正是以这个寺庙来命名的 但是呢 并且还是 也是这个 因斯城镇的 另外就是这个 正因司明 但并不是这个寺庙 并不是 这个寺庙并不是 因斯城镇的 这种情况也有 并不是说 所有的这个寺庙 以这个寺庙命名的 它都是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 这样考察它去 这个情况 还有的这个 不是以这个寺庙命名的 但是这个寺庙的形成 事实上它是通过这个寺庙 去形成这个寺庙 慢慢形成这个寺庙 还有一种就是 最初这个地方 没有寺庙 它的寺庙很难复杂起来 始终都是很 很迟缓 很迟厚 但后来又有 有一个寺庙 过来了 很快就形成了 这个寺庙 这种寺庙也有 所以这个 这种寺庙城镇的情况 也是蛮复杂 这个简状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江南的这个刺激的小城镇的这个分布 这分布 这些小的这个刺激城镇呢 基本上都是阴似城镇的 当然也有 有些人专门的去研究 做过填料的 做过这个文献的 考据的 有一百多个 当然这个都不全 因为这个资料性的问题 文献掌握的问题 这是相关的这个名称 相关这个 因寺城镇的这个文献上 我们看到 上海地区的 有这些寺庙是的 这些寺庙为什么确定呢 它政治上讲得很清楚 因寺城镇 它的政治上也有 寺庙上也有 它明确地讲的 就是因寺城镇 这我们看到的这些寺庙 那么整个江南地区 它为什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这个 跟江南的这个地理环境是一个关系 它有个太火流域 然后河网 交错 红塘纵路 这个河道很发达 水系很发达 当时的交通主要就是靠船 我们现在看到江南的古镇呢 它特别是在那个水道的那个 交汇的地方都有寺庙 以前以前大部分都有 不是说百分之百的 但大部分的那个古镇的那个 交通最发达的那个地方都是寺庙 都一个小的寺庙 另外一个他们呢 鱼米之乡 他们的生活方式 包括有这个养餐啊 有纺织啊 有鱼米之乡 另外他的交通是靠船 还有一个就是好福之风 无地好福 就那名人特别的这个好福 他们的日常生活 像是家庭主妇的日常生活 他们可能会早上起来 首先就是带着小孩 或者自己是赶集 集市 其实以后就上寺庙 烧香快乐 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种情况 这是整个泰湖流域的交通情况 这刚刚讲的是这个西域的这种 在四路之后 天上发现的那些城镇 它就不可能是阴四城镇的 那么它是作为交通驿站的一种形式出现 在交通药缸上这种出现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从宗教文化的这个功能上去理解 为什么那个地方会因四城镇 多种点我们可能还是要理解这 这首先第一点就是 我们要考察佛教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 佛教寺庙其实在唐宋以后 它已经成为了这个市民的 公共生活空间的这个功能 扮演了这个功能 就像我们在讲上次那一天 我们在有些人对人间佛教的批判以后 就是他们把佛教寺 以前的佛教寺看到都是不是人间阴火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唐宋以后的这个寺庙空间很开放 大家可以在那里面 一方面那里面也是一个文化传播的一个平台 文人和这些 把什么互动 有些是一斤的道场 有些是艺术品的展览的地方 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一个文化生活的功能 唐宋以后那里地方呢 有苏讲的出现 还有一些成为市民生活的 娱乐生活的重要部分 可以在那里面洗澡 可以在那里听戏 可以在那里还有谈情说爱的 还有有杂耍的 有民间艺人的 还有艺人和送行的 这些东西都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考据的 也就是说 那个开放式的那种 宗教文化生活 构成了他们那个生活 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功能中间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逻辑啊 可能就是一个 围绕四月形成的一种 民俗经济 最说那个地方有个寺庙 那么有大量的这个信众 香客就过来 有的是准香客 过来 过来以后那么 医师住行啊 旁边要吃啊 还有写经生 讲的就在一个 郭伦伦伦的民间艺人 扎耍 有医师住行以后 一开始是行商 慢慢慢慢就变成作物了 就开个店 就是住下来 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地方 人气热闹 然后就有修房子的 然后这个国家看到这个地方 有那么大的一个市场 要派人家管理的 这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机制 我们看到郑融寺也是的 郑融寺最初他们的周边是做棉花的 纺织的 他们一到那个 那个庙会的时候 就人气多的时候 他们都来卖那个 纱布啊 卖棉花了 大量的人就蒸香过来 然后慢慢有做豆腐 做豆腐的人就开始 再来开个店了 就开始做豆腐 然后这个后来又卖羊肉馆呢 什么东西都来了 各种各样的这个民间的 杂少的那些艺人也过来了 这样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民间 通过佛教的这种 民间民俗化的这种生活 慢慢的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慢慢的形成了一种事迹 这个珍物色呢 我们是是看过的 现在它基本上它那个 除大致的那一个 古镇的一个 基本的风貌还在 还在 当然不是那种 周边都是 原居民都没有 都是移民啊 都是新的移民啊 有时候做检教采报的时候很麻 很没办法去通过访谈的形式 去去去去 了解以前的那个 情况 但是整个的空间上的那个 那个出行还是可以看得见的 基本上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形成的 就形成的这个 因此而成正 这在江南地区不是一个秘密 而很多地方确实是这样的 正因此成正 佛教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 就是从社会学的理解 它已经超出了一个简单的信仰的一个范围 就是说佛教进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进入到一个经济生活的时候 它已经超越了我们单纯的一个精神和信仰的一个层面 它建构了日常生活 也建构了那个空间的形态 使得这个寺庙和这种城镇之间有这么一个互动的一种关系 这个关于庙会的盛况的记载就太多了 对吧 有很多很多的记载 有的时候那个大量的人群啊 这个庙会一散一过啊 满地的都是首饰啊 什么鞋子啊 就人很多 有当地的人 长三角的那个逛庙会的人 这个传统是保的 有的还要烧十庙 十个庙 这个庙赶在那个庙 连续烧十庙 烧十庙香 这种文献的记载是很多的 这张图呢 也是看到这个古代的这个 这个寺庙 这个是应该是庆兰的 这个也不是很古代 这张图 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个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 这个寺庙的这种生活空间 它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的 不是人间烟火的 跟人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 其实我们现在看 我到越南去看到 越南的这个寺庙的这个工人 其实还是更加的人间化 就是那小孩子出生以后 就可以到寺庙去 他有些就要到寺庙去 一住岁啊 然后上中学的时候 寺庙里给这些中学生提供很多服务的 包括请一些老师来上 包括请一些心理的医生 然后这个寺庙 它也是这个村庄的一个公共的设施 这个寺庙坏了 是由这个村庄共同来修 集体能够修复这个寺庙 它也是和周边的社区的这个民众的日常生活 有些小孩从生一直到死 都是建立到他的日常生活 以前的这种公共生活也是这样 所以导致到这种 英似城镇的这种可能性 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 个案就是我们讲的真宗寺 这个真宗寺呢 现在这个基本上保留一个古镇的一个风貌 它就是两条大的水系 像我们看到这条水系 通过这条图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一个是黎元帮 一个是杨树谷 这个一红一重 这两条水系呢 就构成当时的一个 就红的点子 红圈子里面 就是最初的那个中学寺的发源地 这个发源地 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江南那个寺庙的那个地方 那个桥都叫香花桥 它都叫香花桥 就是那个香桂 在寺庙前面的那个叫香花桥 然后它的一般的这个 激震的这个行程是从那里面发源的 当然具体的激震的这个 这个发源的这种形态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长方形的 有的是可能是一个正方形的 或者有的可能像某一个方面 某一个角度去延展 这个是一个具体的情况出现的 但是基本上都交通上来看 是在水系交往一个要道的一个 然后当然他们出现区是靠船 如果下雨天的话 那么靠路的交通 可能不是很方便的 要拟拟 因为而且这个 两个水系是通了当时的这个 上海周边两个大阵 一个是大厂阵 一个是南向阵 我来问是大厂阵 交通很发达 所以郑融市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一开始那个地方 有严重说法 一种说法呢 郑融市一直都在那个地方 后来也是因死成政 尤其在郑融市 政治上明确的讲 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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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死成政 很明确的政治上讲 四郑融市也有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 这个郑融市一开始是在大厂阵 后来在大厂元代的时候 他搬过来 搬过来以后 这个很快的 集中规模形成出来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因死成政的集中情况 我们现在的文献的考察结果 郑融市肯定是在这个地方 而且它也是一个典型的 因死成政 然后它就围绕了这个 寺庙 向南北的这个方向去 它现在保留在的 它有一段不十米左右 古镇的建筑 可能还不止 可能这个也不止这么多 这就是一个 因死成政的一个 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寺庙前面 有一个这个 消化桥 然后通过 面会的一个 行程 一些商家就出现了 具体的一个叫这个 有川心间 有杜甫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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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 这些东西也就跟当时的 这些手工艺 活动有关系 这是真正的一个情况 真正的妙会 所以像这种 当然现在的这个妙会 发生的一些 大的一些变化 因为这是古镇的一种风貌 自然这个集成形成的这种 这种原生态 现在都是被变远化了 现在都是纳入到这个 社区的一个很不起眼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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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状态 而且现在的这个妙会 也没有一个 不可能像以前的 现在都精致化了 有些民俗活动 一些展示的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现在的一种活动 现在都是一种很文艺化的一些东西 有搞个简直 有些民俗活动 有些私主 这些民乐 这些民俗展业 这些活动 这是现在的一些 妙会还在进行 那现在妙会的进行 已经不是那种 原居民去做的一些 而政府创造的 纳入到一种社区文化的 建设的一个方法 主要是 这是对一个寺庙文化空间的一个迎接 基本上是 就要分享这么多内容 因为今天有点皮脑 所以这个 分享呢 肯定很重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做焦虑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的信仰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传统 其实是小群体的 比较商量社会 像金字塔一样 这是高级知识分析 包括在座 那么 这个所谓的小传统 其实就是 部落大众 这款的这一圈呢 是更多的 那刚才 听这个 法教授所所 所谈的这个 印诗成证 那我们才知道 好像寺院真的在古代道很重要 不然间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好像 像政府以来 很多好的东西都在寺院里面 你们有发现吗 所以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 好像打工贵人 要去拜博 然后 这个是施的这个 对于民间的这些 信徒也有影响的 所以他们最好的东西 也会拿到寺院里面去 所以 我就发现到很好的 比如说像金书 这些 或是玉器 保物 好像都在寺院里面可以找到 所以寺院就是一个生活中心 我想 所以是非常的重要 在古代里面 那我们再看看 大家来 来脑内激荡一下吧 看看 可以再谈出一些其他的 什么议题来 来跟我们唐教授 互相切磋一下 今天我们的两个同学 其实我有一些问题 也是自己想问 我想说先让同学 我们看看 在座的嘉宾 我们看看 因为我 刚才是 有一个想法是说 好像说在举的这些地址 你跑了这些田调 但是 你怎么样 因为你也呈现了一些照片 我想都是一大地坝 那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人 在做田调的时候 在访谈的过程中 你怎么样去 去访谈他们 这就是技术性 技术层面 你怎么操作 所以可能 可能我们要知道这里 好 好 再来 有没有 好 这里 来 谢谢 唐教授 您好 我其实想问的问题 可能跟这个 有点偏离 就是因为我现在想做一个课题 是 藏传佛教如何在香港传播 包括因为昨天您提到您去过五次心 那我想说就是您 怎么看待比如造传佛教的跨传播 我想可能说是香港啊 或者是广东里达 或者是台湾 不知道您 或者哪位教授对这方面 有没有了解 可以分享一下 好 就这样回来一下说 就这样 因为这个话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 肯定是比较偏 因为大家可能 因为不是 我不知道大家 哪里来的这个学科背景 怎么样 因为 可能更多 大家是一个义礼 做义礼 做乡礼 做乡礼 那陈教授刚才讲的 这个几个问题 就是这个田调的过程中 其实有很多 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很多都需要有生活经验 做支撑 去做田调 我个人以前也是书呆子 也是在家里面 观众都说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确实是不容易的 做田调的时候 他有专门的经验 教授方法 对吧 各种各样的技巧 当然这有些东西是来源 那个 当然他也有些 现有理论上的 这个思考的过程 对 一方面是生活经验 另外一方面 他就是做一种 田调的方法 他有很多理论方法 也都有很多理论方法 比如这个问题的预设 问题中的 一个问题套一个问题 比如我们通过 比如我们这个人类学 民俗学的这些 这些这些问题 这种教研 跟历史学的方法 口识词的方法 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 调查一个人 他跟我撒谎 没关系 我们理解的是 他为什么会撒谎 那么 如果说历史学的这种 田调的话 如果一个 一个不真实的 口识词 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对于 民俗学和对于 我们这种理想法 都有价值的 或者他不愿意跟你说 或者他不让你去调研 你这本身都 全力的信息都是有 有关系 都有价值 另外 比如说田调 受学的一种方法 就是入户调查 入户调查 他有的技巧就是 他一般到人家去 一直讲的 要跨进门里面 跨进门里面 他也不好意思 你门就坏了 他各种各样的技巧 那当然有的技巧 他也有一个讲能力的 就是说田调有证据能力的 有的田调 你要征求他的同意 或者说 你不能公布别人的隐私 不能发别人的信心 但是有时候 我们在田调的部分 也很难完全做到这方面 因为如果完全做到田调 没办法跟田调 还有语言的一个问题 因为做人类学的讲 人类学一般都研究他者 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一个异化的东西 跟你非常不熟悉 包括语言 所以人类学的田调要求非常高 几些人至少在这个地方待一年 然后你要懂他的语言 那都很困难 所以我们很多都做不到 没办法做到 严格意义上的做到这个 例如常熟 常熟那地方的方言 我们就不懂 听不懂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找人去翻译的话 已经割离层了 这都是问题 田调我们会碰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我们是在藏区做家园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在做藏区 武民府医院 我们要做藏区调研 究竟是哪些信众来得多 这本身 我们不能随机调研 随机调研 没办法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会想到一些办法 会把这些事情完成 这里也不太好说 有些一种方法 用技巧来源 有种生活经验的技巧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但是他要遵循能力 就是田调的过程中 一方面是要讲经验 技巧 包括你的方法 就是 你比如说像那个 日本的 柳田 他们做那种乡村调查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问卷 这个问卷有几百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时候看似会有相关性 但是他都是有相关性的 这些问题 在设计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就把问卷的设计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重要的 他会一环套一环 或者是 有时候会把一些 潜在的东西 揭示出来的这些东西 田调的过程 我们一直都在学的 也是在学的一个过程 但是有的人就很很恼恋 就是很 跟当地人 比较容易 就是很熟 这是一方面 另外还有就是有效性的 什么样的教育对象是有效的 这可能都是一些问题 当然有些 时间做多了 可能也好一点 还有一些我们田调呢 要进入到 你要教育什么 你需要得到什么 这也是一个问题 你要做这个 有些这个 特别是宗教团体 它是很警惕的 当然你做田调的时候 很难进入到他们的内部 当然也会使用一些微信 微信的 微信圈 这种方式 这种自备体的方式去联系 刚刚那位同学讲的 藏传国教在香港的传播 是吧 这 我想 您想了解 在传播的过程中 什么样的 了解什么呢 就是说 不是我再想 谢谢 如果我在想 因为本身藏文化 对于这边来说 也是一种 异文化 一般来说 这种传播过程中 会引起一定的冲突 但是 比如在结果 香港的背景 可能被殖民经历 是它成为一个 对文化更加寡人的地方 就可能是想说 比如藏传国教如何传入 香港派后面这种冲突 如果不是香港这个地区的话 我想说可能像 广东台湾 因为都是 中国大陆 就是 广东是比较靠近香港 然后台湾是 台湾三地 您在调研过程中 您看到的这种 藏传国教的传播 现在是比较多 在香港这边 我是了解到 其实是有 不少藏传国教会所 而且它也是 有各大派别 就包括 如果好像四月初 是会请第17世 大宝法王来这边 就觉得 因为上次也参加 他们的一些活动 其实觉得 正面 藏传国教在这边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但是我发现好像 并没有研究去研究 藏传国教在香港 这种 就是这些 因为藏传国教之间 这些年代发展是很坏的 特别是这个 川藏 因为我们讲 大藏区的概念 就是川藏 清藏 有肝脏 川藏 川藏这些 有语言上的沟通 比较容易一点 就安多语气的 包括那个 川藏那边 他们进入到内地 是比较多的 肝脏 包括玉树 果落 那边过来都比较多的 但真正的 胃藏的 过来相对要少一点 这可能是语言的问题 另外就是 这个这里可能涉及到 很多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包括 我们的尖教 结果我看到的是 广东 上海 北京 东北 这四个地方 去跟藏区的联系 是最明显的 就信众比较拖的 就藏的 受藏的福祉 影响比较大 基本上是 当然这个 原因 我们也会有一些结论 也会有一些原因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藏区的福祉 呈现了一个复杂问题 蛮复杂的一个问题 首先 我们看一下 因为 汉藏两地的交通 我们现在解决掉 对吧 公喀机场 过去都很方便 然后这个 火车也很方便 跟传统的 汉藏两地的 很难很难的 交通就本来真的 去现了这种交通 所以现在的交流很方便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转宗 转宗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所谓转宗就是说 汉藏的信仰 他改变信仰了 信藏的福祉 这里有很多反思 有的人认为 是不是这个 汉藏的福祉 为什么他的信仰 吸引力 会降低啊 是不是宗教自身的有问题啊 但是呢 我们也会看到 像人间佛教的这个传统 就给佛教找到自身的一种自信 人间佛教的 让人真的是感觉到 这个汉藏佛教的一种自信心 给人以信心 我觉得 首先给人最大的一个信心 是信仰的信心 让人信仰有信心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信心 给人以信仰的信心 那么现在这个 这个藏传佛教的 这个确实是一个蛮复杂的情况 他自身的信仰的一些特征 包括他的私传的一些特征 都信力也是蛮大的 加上他的自身的一些 教法上的一些特征 对于某些群体的影响 就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如果进行这个客截的话 可能是有个切入点 究竟是要做哪方面的 有问题 可能是这样的 好 这个比较麻烦 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我们知道本身 县教跟密教是不一样 而且密教他整个往后是潜在下面的 他的信徒是潜在在下面的 所以你根本没有把我从表面去看到他 因为他是必须要事成的 然后上市 那这个东西呢 他们自己有下面的往后 即使在西安有一间很重要的 叫什么 上市我们去拜老婆 在西安 也是一样 我听说他们的整个 他那个 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是他底下的 信徒的那个往后 都是非常地亲密的 所以你这样子 你是看不到 包括说我们在做田调的过程当中 当然唐教授不知道 指出来 有些东西他是不愿意跟我们讲的 你要去跟他访问他跟我们讲的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秘密心 其实很简单 第一点 他的财富问题 任何的不管公司 毫无是私人 他绝对不会让你知道这个 所以我们在台湾做田调的时候 一到进去第一单 就是要台语讲 就是说你要跟他有感情上的交流 要让他信任 乱去他说那么你跨进去 那个是一个强迫性 他可以把你跨起来 把你的那个 所以有时候是很多困难 这困难就是你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他第一次去可能他不理你 第二次可能他稍微讲一点 第三次开始走了他一直讲 第四次再去他不让你讲 然后第五次去可能你再谈一个医理 比如说我去调查一个被公的问题 可能来了他们这个地区的四五个 都来了在镇长交流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客厅在那边谈 他们彼此还会怎么样 就是说简单讲 彼此歧视对方的时候讲的 你讲的不对啊 我讲的才对 这样子 所以种种的这些都是一些问题 那藏传国教在香港的 这样一个天眼调查 坦白讲不容一致 而且你要看你是他有他有派 派派派派派派等等这样子 所以刚才唐教杉说 可能看你的主軸在哪里 你的重点在哪里 只能够一个切入点去做 才慢慢再从一个 从小而扩大的消避大作 要不然從你剛才所問的題目叫廣泛線的話 坦白講真的很難 不知道如何切入 可能先要產生一個問題意識 講到這裡有談 想到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田調因為你光是這樣去做的話 你其實會被你所調查的對象混淆 所以我們很重要的一個輔助作用就是 我們還有一個文獻的輔助 所以其實今天唐教授用了很多文獻的東西 你們覺得好像講這些東西 那個才是一個就是雙向的一個進行 你們知道嗎 所以如果說你們要去真的走到第一線去做田調的話 這樣的一個基礎或是所有前輩知識 一定要都先做主 做主了去你才有辦法說你要問什麼 你要知道什麼等等這些 而且他還是前面都已經有所登區 然後這樣就有比較 其實看問題都是從比較來的 是吧 所以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些問題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還有今天也是我的問題 我把他帶出去一直走走走到他現在很累 他沒有什麼寄生前 所以一早上到現在都沒有休息 然後其實很多剛才很多圖片的很快的 唐教授一直拉過去 其實那些應該都很精彩 待會看看你們有提議 我再請他再多講一點 好 我再回答你可以嗎 就是說香港人嗎 其實這個藏著佛教其實有時候神秘感的問題 其實我們還要翻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我們再做一些藏著佛教授的事 穿藏的地方調也好好好好好 因為他們肯定會嗨 他們在那地方汉藏重溫也有 就是號稱團結組 那些那些 有的媽媽是這個藏女 媽媽是汉藏族 穿藏的重溫是有 心臟穿藏 然後他們會有個問題讓我有點驚訝 說你們內地的人比我們還信藏著佛教授 他們有這個昏昏極 我們就得有一點驚訝 就是我們有一句俗話叫做 遠南的和尚好年輕 這個有點俗 但是也表達信仰上的一個問題 這個什麼佛照遠不照鏡 這個遠處的這種神秘感也會增加信仰的一個信命 他們造成佛教有這方面的因素 有這方面的因素 從內地的很多很謙證的 不用忘記的 跑到雅清寺 跑到那個很沒有電的地方 他會在那地方感受到那種信仰的利益 這也是信仰本身的一個問題 湯老師我要問兩個問題 一個是關於民間佛教 或者說民俗佛教來說 現在您認為民俗佛教當然是佛教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很難劃分 民間信仰、民俗佛教這種東西 如果我們把這個信仰的對象 假設可以換掉 或者不是佛菩薩 而是財神或者是上帝其他的 好像這種形態也照樣是存在的 所以就是說 用這樣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這樣的一種性質 它體現了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是不是我剛才突然想到 它民俗佛教是不是體現實際上是佛教有一些道教 因為那道教的好像是 很多的時候它就會通過這種儀式的神秘感 那種東西 甚至說 我聽北大一個老師說過 是道教的 它會有那種 就是說 很多中國人會有這種道教式的思維 比如說 你被什麼妖精附體 這在其他的文化裡面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我想這個民俗佛教 或者民間佛教 是不是體現了一種佛教的道教 另外就是關於天安醫調查的問題 就是說 在調查之中 它會出現一些 就是 可能跟文獻裡邊 中途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就是江西一個地方 江西廣空一個地方 它有一個寺廟 它叫094 我看的資料就是說 是 是杭州靈影寺 兩個法師過去建的 但是當地的人 就特別堅持說 是 是我們這個寺廟 過去 分到杭州 建的一個靈影寺 那碰到這種情況 這個總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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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如果民間的東西 看起來很雜亂 很無聊 其實民間的東西 有我們以前做慣的這種意義 做民間的東西 其實是蠻難的 就在於男的 其實他也在於他的現象 本身的那種混雜 就像您剛才講的 我們從意理上講 其實這個儒佛道的混合很正常 你到了譚經 你去看譚經 譚經確實有儒教化 有道教化 都是儒道的影響很明顯 就是我們這麼純粹的思想 這個歷史來看 那麼從教的角度來看 您剛才講的 國民兼福教 它肯定是有道教的影響 或者是儀式的影響 或者是什麼 但是我們之所以定義它是 這個民俗佛教 那麼它的主要的這個活動形式 還是更便宜佛教化 包括它的儀式的內容 包括它的教寶卷 它的文本的內容 更多的內容 還是源於佛教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把它 定義成這個民俗佛教 當然這種定義本身實質的 它的周延性都是有問題的 定義一個民間現象的這個概念 它的概念都很難周延 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研究民間這種最有問題 有時候我們只能給它這個詞 當然在對這個詞 我們會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一個解釋 或者遇到具體情況之中 遇到一個具體的一種解釋 一種分析 就是這樣子的 這個概念本身很難周延 所以我們自己也感到這種很獨特的對比 就是在於這個 它的信仰 對象就是如佛道不分 這是民間的這種信仰 當然有時候它更多的還是平衡佛教 我們有時候就把它叫做民俗佛教 這麼去理解 另外一個人講的地方文化的東西 跟文獻衝突 這個你必須管它 但太多了 太多了 它自己說法 這就是敘事 敘事不管是真的假的 我對敘事這個理解 我一開始 也是不理解這種方法 但是這種方法 很正常的一件事 它的敘事的目的 你要看它的敘事的目的在哪 講故事一樣 我們講講故事 有時候經過一種認同感 我們講講什麼故事 講故事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有的銷售都也要講過 故事好多都是騙人的 故事本來騙人 它的目的是在哪 我們看到它講故事的目的 才達到它的銷售目的 那這個信仰也是的 很多這種信仰 你要去考察它的歷史 那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沒有的 查無史詩的 或者跟史詩不相關的 它的目的在通過這種敘事 是監控它內容信仰 所以這個敘事的這種功能 在民間化的應用就是這麼一個 很奇怪的 我再補充一點點 你剛才提到那個 那個佛教道教話 可能這個是佛教的學者自己提出 其實在中國裡面 他也不見得是佛教道教話 有一些道教的學者 比較過度的去強調這一點 當然道教是我們自己傳統的宗教名學 像台灣有一個禮 禮福登 禮登佛教的時候 就寫到整個很多的佛教所有的東西 都是來自於道教 來自於今天 那個氣勢都過度了 我是倒覺得比較廣泛的去看待這件事情 是有一些佛教的世俗化佛教的民俗化 剛才所謂的民俗化的佛教 它是第一次是雙向影響的 應該是這樣子會比較合理 不見得就是所謂的佛教道教話 不見得跟道教的東西來做 而且即便要是中國傳統的影響 也絕對不是只有道教 我認為民間的反而這個層次比較多 其實道教也還是蠻上層社會的東西 不是很符記 倒是那個在古代是層次很高的 對 我是這樣子理這樣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 做這些研究的時候 它有時候不是從概念中什麼 它一定是從前演一個具體的一個 天爺對象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概念在 都是放在那個具體的那個 案例的分析或者東西去使用的 對 這樣 好 剛才這邊要舉手 老師您好 剛才聽到您講到 殷似城鎮這個現象 您覺得非常受啟發 我想問老師的是 就是明朝 朱熹 這麼這些理學家 其實是反對這樣 反對佛教信仰的 他們也要求忠君愛佛 所以在明朝佳境的時候 他們就藉著毀淫慈運動 拆了許多佛寺 然後後來我們就開始 建祠堂 擊敗祖先 我想問老師 在明朝中夜以後 這樣一種祠堂的興起 對佛寺佛教的發展 有沒有什麼影響 或者說 他們也是一種 如佛到如佛結合的一種形式呢 建祥老師 這個 我個人對這個方面 還真的沒有什麼 思考 那麼就是說 這個 臨以後 臨以後的這個祠堂的這個禁 是吧 那麼祠堂它有一個功能 它也是有 除了要祭拜祖先 主要是祭拜祖先 我們一般理解的祠堂是一個 祖先的一個祭典 或者說 那種信仰的 就是人家祖先祖外 主要是這個 承擔這個功能 那麼信仰 這種宗教信仰的這種功能 可能還是 還是需要有一個 另外的一個 一個 再提去表達它的 這個 可能是這麼一個問題 因為 因為你這個問題 我是不太好回答 因為這個東西 要用死事說話 不能亂說的 其實我這是不太清楚的 就要做一個具體的 研究才能去回答 這個東西 不好意思 江先生你好 剛才你有分享到 有一些很多 很多這個 這個 試驗是在 這個 江南跟 台湖那邊 是 這個跟那個 佛教系統 還想傳過來 我們中國的有關係嗎 謝謝 對 真的 這 因為 這我覺得 可能 沒有這些的因果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 從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 看 長江流域的 佛教的傳播 從 最早我們看 有年代 有五吃霧年代 包括那個 健康健康 那個 康松慧 我們現在從 佛教寺 看康松慧 那是比較早 然後他其實從 經驗向南邊傳播 當然我們上海 長三九大地方 很多寺廟 他的私之中 那個年代 也追溯到五吃霧時期 當然五吃霧這些 這是一些很多事 從海陸過來的 包括從 月亮那邊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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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植的人過來 這是有的 當然 這跟殷寺城鎮這些 沒有別人的關係 殷寺城鎮的關係 我覺得可能還更多的 跟當地的地理環境 當地人的這種交通 跟當地人的這種 生活方式和他的 好佛的 他的信仰方式有關係 然後圍繞這個寺廟 民宿互同 慢慢慢慢形成 跟海陸的人 海陸只是進入到 佛教進入到中國的 通經 他一個寫在從海陸 或者是從 陸陸 這個 不是 直接的一個關係 好 這邊 這邊 請 好 當老師你好 剛才您提到 世俗化的佛教裡 他的很多出發點 就是老百姓的 信佛的很多出發點 是很世俗的 但是你也提到了說 就是有少部分 會變成 也會生化成一種 就比較義理的一種 就是 世俗化的佛教 但是我就想知道 就是 在這種 世俗化的佛教裡 成長出來的 異理 跟傳統知識分子 他們心目中那種 異理佛教 他們有什麼異同 好 謝謝 這問題很不大 如果放到一個 修書的一個 概念 我不是很不大 我跟我上次講的 那個世俗 世俗化 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這個概念 就是理解上的問題 當然我知道你比較難的意思 就是說 在民間 民俗化 和 印尼佛教的 這個 差異性 信仰方式是不一樣的 首先 在進入方式 是不一樣的 進入方式不一樣的 真的 他的這種 進入方式 還是內政的 覺悟性的 他用這個 比較理性的 或者是比較理性的 去 這種私動 去當作一個 信仰的 他把外在的東西 並不是看作一種 很進激化 很強的 就是 這個問題 其實他並不是很進 因為他還是重視 內在心性的 那些東西 對他來說 都不是一個 經濟性的東西 他也不是 他都是一個外在性的東西 那麼 當然 對民間來說 民間的理解 我現在看下來 民間 這是一個區別 他還是把它做為一種 還是一種 有一點偏外在的 去獲得一種 一種 外在力量的 保佑也好 民間度假 要保佑 保佑 求婦再保佑 這是一個外在力量 對自己的 庇護和保佑 然後獲得一種 對自己的一種 支持 還是這種 這些東西 如果說公立性的 不太好 不太好 去真正去分析 你就是 剛才還是那個 西方宗教 真的什麼有公立性嗎 這有時候 具體的分析 也真的不是那一回事 當然 中國民間的信仰 你比如說 我們在荷蘭 荷蘭大學 有的人可能知道 拜那個農王 農王爺 請為預判 他那些去拜 的 老天不下去 他去拜 拜了一個星期 你還不下去 他會打他 把農王拖出來 散農王 然後再打農王 那麼就是這種方式 哪怕是腦子 嘴張多大 他不知道怎麼會 這也叫信仰 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這種 但是 我們的老闆 這樣想說 我求你 我燒香燒這麼甜 你還不去 你還不去 這是民間的一種方式 中國這種 民間信仰的一種方式 這種方式 他很推行 這樣 這種的傾向 是很強烈的 這是我們 學者連出的一個結論 就是 他是公立性的角度 他才 除了談到公立性 還談到所謂的 民間宗教的一種 生活性的問題 儀式化的問題 但是在公立這個部分 是大家都認 研究宗教 從宗教學的角度 大體上都這樣 這個在台灣 應該二十幾年前 比如說我想在 我碩士的時候 台灣有一個 院士叫林毅園 他就研究民間信仰 他就提出了這樣一個議論 就是因為他就是有交易 要求 你現在還要 我要去拜你 是因為要求民 所以就一直一直有公立的交易 拜你 你要給我東西 這個是民間宗教 民間信仰 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質 但這個就是 他也會從裡面 拿一些佛教的意義來用 但是是自由行政來用 剛才這個 教授有講到 這個其實就是佛教世俗 世俗佛教化 剛才也舉了一個例子 觀工 世俗的民間信仰的東西 他被拉到佛教裡面 就是變成世俗佛教化 現在觀工是佛教裡面的 菩薩 菩薩 切蘭 跟韋陀 菩薩兩尊 其實以前根本沒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慢慢慢慢大陸到這裡 但是他富裕他意義的 其實這也是在虛說故事 但是他富裕他意義的 這個沒有辦法求證 真的沒有辦法求證 但是在民間我聽到怎麼樣說法 他們都在占卜 在福裕 我講是台灣的一個例子 占卜 福裕 他們都是像這個 都相信這個 很多的寺院不同的 道 公 坦 扶出來的機能 在他們的民間信仰說 現在觀工是什麼 是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是一個官民來的 不是一種神神的名字 他是做那個所謂的 現在我們叫佛教的所謂的第二天到一天 所以他是在管民間事務的 他會換的 他們說現在換的是官工 所有台灣的 你看這個你怎麼去求證 這就是在虛說 虛誓 明白吧 那就是在虛誓的過程當中 富裕他意義 這個是官工被抓到民間裡面去做 然後我們剛才講的是 他這個民間的時候 官工還是民間的人物 大家都拜他嗎 很中義啊 就還有虛將可以搭 所以變成佛教的五菩薩 這個在虛話 那這個就是佛教的 世俗化的佛教 世俗佛教化 那其實這個沒辦法求證 他只能夠從一個這個 治理大師說當時陸地 然後官工 就在他那個陸地的時候顯現出來 你們聽過這個故事嗎 然後他就很執著 哇 要為我的頭 要為我的頭 然後自己大師就跟他說 你不要執著 那個真是 要的是要 敏心見心 見得你自己的佛心 你那外在的那個身體 我們佛教不講求這些外在的事 也是五菸架合 要四大皆空 所以當時 他拼到這樣開解 官工就進入佛教 是這樣子寫來的 那你覺得相不相信 那是自由行政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追溯 所以就因此 這個官工就進入到佛教裡面 但是他這個故事還 是不是真的從自己大師那裡隨帶 他自己大師那裡開始 都還要去考證 搞不好到的宋代才出現的時候 明白嗎 真的是這樣 我這樣說 你應該是可以清楚的表達 你剛才可以嗎 我這樣應該是可以 稍微從比較側面去解釋你的問題 所以這個沒辦法講 沒辦法講 在沒辦法講的過程當中 它有它的意義 你越沒辦法講 它就越會相信 它就產生那個所謂的靈驗的效益 就會越來越有它的意義在它的效果在 那從這個效益 這裡看到什麼 就是信仰的需求 信仰的慰藉 因為人總是不安 在這裡求著一種安 我們有基督宗教 因為我們不安 對不對 沒人因為心不安 所以進去 進去之後 你有這樣的敘事的說法之後 才是那一套道理 你相信 相信了你就安 然後再接著就要實際 可以了 大筆上就這樣 OK 可以 這是確實滿佛的 像陳家說講的 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分析 一個是客觀的 學術化的去表達這些信仰 如果從一個信仰 就來看 民間和精英 有時候你並不是說民間 就是很精英 民間他信仰很虔誠 不是有一個故事嗎 就是他一個老太太 他有什麼不懂的 就是唸一句考 就唸一句 媽媽 但他的信仰 力量很強很強很強 比你研究毅力很多 但是你沒有信仰 不牽扯的去信仰 這種信仰的力量也是有問題 就像基督教也是 就像他的一個祷告 就是一個 一個沒有 教育學順道的 他不僅僅僚 祷告本身 但是有 從宗教學的 宗教性的角度來講 他是有很強很強的力量 力量感的 搞到的力量 當然這種表達是一種信仰的一種表達 我們當然呈現都是一種 比較學術化的一個 理性化的一種程度 從這個比較高層次的講 是說學術 但我們知道 最後是理論跟實踐要結合 但是我們現在在談民間的問題 就是說 民間的東西有時候 它那個實踐是不到位的 因為它還是一個心外求法 那心外求法 就破壞來講 它怎麼糾結 它比如說公益 它是要求 求它的婚姻 當然有那個嘛 百分比 那求什麼 求什麼 求什麼 那是心外求的東西 那個不是了脫生死的東西 那是要你了脫生死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作為一個工具性的東西 讓你可以在安生立命的過程當中 比較穩定的去做修行 它不是目的 它是工具 是手段 目的是要有多生死 但是民間宗教就天佑在這裡 那我們是要再往前去做這個事情 當然我們如果學者講太多 做實踐的話 就理論跟實踐還是一大很高 也不行 所以理論要跟實踐結合在一起 這個昨天又稍微談到 昨天又談到那個理論 那個時代 那個我們的這個現代性 然後跟傳統結合 這個 可以嗎 繼續問啊 所以讓我們兩個很聰明 所以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再配合一談 所以這種確實吧 因為我們做這些東西 就像有點像科學的那種 裡面的一個現象 它沒有任何的決定 你要去分析它 去研究它 對象就像有點像做科學研究的 偏向的經驗性 你要去分析它 它沒有任何決定的東西 然後當然你可以運用裡面去分析它 比如說我在 我們以前有一個案例 就是溫川激震以後 溫川激震以後呢 有那時候 我一個朋友是在這個 中國科學院 心理所 他做一個帶著課題去的 當時那些災民最怕的兩個人 一個是記者 一個就是做課題的 這個心理治療 怎麼很煩他們的 拿著奶問這個 他覺得是拿著錢去做這個課題 做什麼一個課題呢 就是佛教頭 在一個激震以後的 心理感受的 心理承受力的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施政性的研究 他研究帶著團隊就去了 去了一個抽樣教廠 然後分析出的一個見證是什麼 就是佛教頭 經受這個地震以後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比普通的沒有信仰的人更差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 我說佛教教育上 教育學是絕對來講 所有的人 如果說我們 佛教就告訴我們無償 無償是償 我們要習慣這種 無償的 去接受這種無償 這是一個佛教的教育學講的 這個緣起幸福 那麼一個問題就在於 他們為什麼會得爭這個 後來我看了他的抽樣的結果 抽樣調查的對象 基本上都是六七十歲的人 那麼就算是年輕人都出去 以前都不在家了 他抽樣這些人的 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民間信仰的 他們這些信仰的方式 是民間信仰的 我天天去求佛 拜佛 然後一個地震 你把我家又回家了 你為什麼不保佑我 就像月博的天秤一樣 很憤怒的 就說對這種信仰的 所以他的心理落差很大 後來這樣 如果我們還遠到 明蘇佛教的這種特點 你瞭解明蘇佛教信仰的這種特徵的話 那麼這個其實 你會找到一個 比較合理的解釋的這個 因為他用的方法 都是正確的 尿化的東西 然後大家來數據的這個分析出來 那是有科學 但是內向 是受訪或是受冊的內向的問題 所以其實不要說到 我們現在的年期 或者說現在所有的佛教徒來講的話 還是絕大部分 一大部分 可能百分之五十以上 還是停留在年間的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是這對佛教也是很深入很了解 彼此之間的了解 還是這樣 所以泰聖大宗大會特別是會說那一句話 口嗦大乘心心小乘 還是沒有辦法去 真的去 如果是作為一個配稱的佛教 那個還是有一段很長的一個權益 反正修行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反正不是我們可以做的 百分之二十的人才有辦法真的在修行 所有的信仰 這個是宗教學校討論出來的一個數據 所以我在課堂上有跟他們分享過 這個光譜裡面整個百分之八十其實 自稱他是佛教徒 他還是一種民間式的信仰 他沒有辦法進入修行的層次 因為他也不知道怎麼修 他以為說去到那裡拜禪 那個叫做修行 但他還不是 他是在求 對吧 那要怎麼樣成功 這百分之二十是哪些人 宗教學家說宗教師 就這一些出家或是神父武師 他們真的懂教育 還有一般就是高級知識的人 他也懂教育 他願意去學 然後第三就是剛才舉例的那一種 非常非常虔誠的那一種阿公阿婆 他也不用知識了啦 信仰以千層為主 歐媽咪伯咪伯咪伯 念念念念念到手之後 念了三十萬之後那個綠豆 他每念一句就要拿一顆綠豆過去嘛 那念到最後他感應了 不用手去拿就歐媽咪伯咪伯 豆子就自己跳過去歐媽咪伯咪伯 感應嘛 這就是錢他不懂教理啊 所以那就是這樣來 那後來他在念的時候 一個等我一分鐘 那個一個師父走過去說 他念錯了 他是念歐媽咪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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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念歐媽咪伯咪伯 結果他還是感應他 所以咒語不是音準不準的問題啊 那他就進來跟他講說 歐太婆你念錯喔 這個六字大名之後 關心噗哨的六字大名之後 應該是歐媽咪伯咪伯咪伯 這樣我念錯了 開始不安了 終究就不能夠讓你不安 就是要讓你安的 他因為這樣子起煩腦不安了 接著歐那就改了 就開始他念歐媽咪伯咪伯咪伯的時候 不跳了 他心裡一直在起煩腦 心裡有詐念的 心不蠢乾淨的 原來開始人家做得很乾淨 所以很多外在的儀式不是那麼的重要 外在的儀式是要我們進入到那個城市去 那個這個時候就要把它放掉 所以其實整個修行 但是我們都不是都還一直在背 那個傳法是要讓我們過去那個彼岸 當我們都到了彼岸之後 那個法還背在肩膀然後繼續走 一直是舒服的 所以還是都這樣 我們現在很多的 所有的宗教都是這樣 雖然很難 那個宗教學家 他們這種宗教學家 然後把它做一個統計 百分之八十都沒有辦法 好 好 出來 唐教授你好 我們現在也有在做田野貂蟬的工作 然後又有一個課題 所以我想問一下你關於方法 論方面的問題 就是您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在民間信仰當中 它確立了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是它的靈驗故事 到就是它的那個不斷敘述的過程 然後就 這個 這一點對於民間信仰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想問您的是 就是因為我們做也是民間信仰 就是您在就是處理在田野調查 實際田野調查的過程當中 就是這個民間信仰它從一個一開始的 一個靈驗故事到後面有很多信仲 以及有很多人就是去崇拜它 或者是它有了自己這個神明 它有了自己專屬的儀式 或者是這個佛它能夠進入到地方神的 那個和地方神有融合 然後受到當地的歡迎 就是這整個過程 它從那個一個靈驗故事為奇點 然後到後面發展成這樣中間這個脈路 你是就是有什麼根據怎樣的線索去梳理的 然後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就您剛剛放出來的圖片 看到那個寺廟它其實應該也是 就是它有過很多現代的修繕的工作 然後還有什麼各種剪裁的活動 所以它現在可能在城市規劃裡面 它是按照比如說是那種寺廟古城等等 就是這種規劃路線去走的 那就是它現在可能更像是一個旅遊景點 或者是它現在的這種城市的區域功能和以前會不一樣 那你是怎麼去就是得到這些以前的情況的資料的 就是這兩個問題 謝謝 那麼第一個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說他們在一個虛世的一個過程 這個虛世的一個過程它有這麼幾種情況 當然一種它這個虛世本身它要和這個 比如說一個佛教史的一個歷史史之間找到一個依據 這是很方便 另外呢它通過一個普系 就是說這個信仰這個地方 你比如說這個香山寶劍 香山寶劍 香山寶劍 香山寶劍莎的這些東西 它怎麼從荷蘭的寶風寺那邊 怎麼要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到了普通山 然後它和其他的地方的觀音信仰之間 它通過一個普系的連結來強化它的這種信仰 一般的我們會看到這種信仰 一個是它通過經典本身 它會找一些依據 這種依據不一定是實實可靠的 不要不一定是實實可靠的 有大部分不是實實可靠的 但它們都會這麼去向這個方面去建構 去嫁接它這種關係 另外一個就是普系 它構建它的一個普系 把那些普系構建起來 然後再提到它的這個信仰的程度 這是我們看到的這種情況 那麼你剛才講的是這個 做這個古證當然很難 一般說因為交通都破壞掉了 古代的交通都破壞掉 那麼一個是文獻 文獻一般看地方制 私制 政治 當然這是最起碼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工具的使用 另外一個是古代交通 古代交通 有的還是可以知道 比如上海 上海你要真正要去恢復以前的風暴 古代交通 古代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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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地圖還是有的 能找到那個地圖 你才一定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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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掌握 你說掌握到材料這種 你去去去去去去去研究這個 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可能更多的 歷史地理學呢 也用方法 就歷史地理學的方法 用歷史地理學的方法 神化園形 追到那個圓頭園形 但是那個 也要到最後 作為一個大家去確定的話 還是有一些很大的問題 就神化了園形 那麼其實這個在文學上的那個使用 是非常重要的 那宗教也是有這樣去去介入 園形 它整個這個園形怎麼樣 產生 那它其實它就是一個神話 所以後來演變到最後說 其實神話是很重要的 因為神話其實 我們剛開始一聽到神話 那是神話不可不可 不是 它是產生社會穩定的力量 從原始社會一直慢慢慢慢演變 所以後來這個所謂的神話園形 是被重視的 它甚至演變 基本是神話園形 比如說 無錫 這個紐摩古天 這個就是一個神話 但是它怎麼樣去演變 整個一個民族社會的一個 繼續演變下來的它的 多元性的變化 對於整個社會的安定 社會的秩序的建構很大 它自己有它的作用 所以它就因此而被 去受到重視 就是另外 我剛才想到說 你那個部分 應該要可以這樣去回答 你會比較完整 因為我剛才講的比較快 是說你根本追不到 也不對 也這樣講也不對 反正追到最後 會有一個所謂的神話的原形 根本追不到不知道 對這些人 或是說有種三類的東西 還有就是一個這種 博系 就是它的 比如像佛教教祥祖庭 傳法的這個脈絡 這個都太好 它也會建構 通過這個學術系建構 好 還有嗎 來這邊 來這邊 唐教授 你好 就是 我 就是在 就是你講的佛教民俗話 然後 然後 本身 從佛教義理的角度來講 它 不是 它就是 感覺是跟世俗相對的東西 因為我 看 基督教或者是 伊斯蘭教的 他 他會講 就比如基督教的話 說耶穌會行神祭 那麼 這個實際上就是 在一個 超自然的幫助人治療疾病 或者 這種過程 但是 佛教的經文裡 它本身並不講這種東西 然後 就 像那種法華經 或者一些經文裡 它 講的一些超自然的 那種現象 它可能是 以此作為一個比喻來 闡述它的意義 那麼是否說明 人們將 就是中國 就是 歷史上人們將 佛教民俗化的 這個過程 它本身 建構的基礎 就已經 是對佛教義理的 誤解 那 它存在的價值 好像 我感覺 就受到質疑 然後 包括 道教它 它本身 如果我們 說的話 它 比如莊子 它 就一開始 道家 這方面 來講 它也是 闡述 有 視力的一個角度 就 包括 我覺得 其無論 以一些觀點跟佛教 它 公信好像有點類似 它也有不同 那 這兩個 其實本身 它都是 就是 要 就是 研究 事物 本然的一種狀態 但是 人們 叫它 世俗化 是不是就不太合適 因為 像其他一些宗教 它 會講 就是 如果它是有一個 全知全能神存在 你要問的就是 是不是世俗化的問題 是吧 對 昨天有的 我很清楚 您的思路很清楚 我 我感受到了 就是說 因為 西方的宗教 是一個天啟的 天啟的 它大部分是一個故事 是吧 我們不說它是神話 它是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故事的系统 佛教 你的意思就是 比較理性化的 它是通過一個說理的 這個很顯然 是的 因為 它經過自己的事 對宇宙的理 你實際上的理解 緣其樂 然後有空性 剝弱空性 然後各個部派 佛教發展 它都是要講理的 講理的 包括我們認知 我們怎麼去理解 這個宇宙的來源 任何事物的這個來源 這個 相互依存的一個關係 這都是這種理解 然後你就覺得 這個 這種 理性化的宗教 總能夠被 民間的那種信仰幫助去進行 是吧 是這個意思 但是 這個問題是 我們站在你的立場來去理解的 對不對 如果你站在那個民間的那個立場 那裡去 你找 你如果跟他們 相處一段時間 你就 就會知道他們為什麼能去信仰 是這麼一個問題 不是在於 我們用我們的立場去 理解別人的信仰 不會那麼回事 如果用我們自己的立場去信仰 當然 OK 這些都不是問題 對吧 這些都不是問題 我們會有我們那種理解方式 那種 那種 但是我們要成熟的一件事情 這是一種事實 他們是那麼信仰的 那麼你 從他的角度去看 他的信仰 是這麼一個事 不是說你講的這個 對不對 要不要的問題 而是這些事情都是事實 百分之九十人 這麼半小時 佛教史的個人 他們就是這麼去信仰的 是不是 這是繼承的一個事實 我們去理解的是這種 繼承的事實 然後我們去理解 他們為什麼這麼去信仰 他們信仰的原因 是怎麼樣的 而不是我們要去評判 這一件事情 要評判的事情 那是你可以有一本書 沒問題 這個佛教本人要怎麼信 要怎麼樣信 這個都沒問題的 我們現在表達的是一個 事實的一種行為 然後我們去分析這件事 是這麼一種事 好吧 謝謝 好 可以 沒有 這邊 剛剛你提到一個細節 你調查的時候 在上海發現一個出租車司機 然後他去佛寺 就是只是因為觀音樂的代表 然後他想去拜一拜 然後呢 其實我覺得這種經驗 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跟家裡帶人去爬山 他們遇到佛寺 或者道觀什麼的 都會要求孩子們去拜一拜 就是你怎麼看待這種行為 就是他不一定信 但是他會要求小孩子們去拜一拜 是的 因為這是 這就是我們在中國 如果生活 這個問題就是普遍存在的 就是大家聽過 你說中國人 沒有去過寺廟的有多老 大部分都去過寺廟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說去過寺廟做了心痛嗎 那這肯定不是 當然就是我們在身份確定的時候 在受寫的時候 如果做一個佛教徒 身份確定的時候 是最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 因為基督教的有受寫 他這個身份的人 加入教會這個東西 他的身份確定是比較容易確定的 但是佛教徒 你說他在家裡 他也不知道寺廟去 說不定他就是個佛教徒 這個東西很難 我們沒辦法做 社會覺得是 對於有些人身份的 一個界定是比較難的一件事情 就這個 如果你做統計 或者說 收一方面的研究 這本身是一個很難的一件事情 很難的 需要方方便便的 具體的 調理研究 有求有寶貝 這個第一個很簡單的 第二個是 當我們去拜的時候 他有一個 中國有天秘的觀念 敬畏或是聖宗的追 他就會敬畏 然後自己就謙虛下來 之後就責護我們 這樣 不會自己高到這一趟 所以拜的背後 潛藏力也有這個 所謂求的那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中國人遇到什麼 都拜拜 什麼三教五教 什麼 只要是土工 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公經 我不是不一定要信仰 但總是一直互相的尊重 就是這樣子 所以中國人有這樣的一個傳聞 不過當然唐老師 他也講一個是很好的一個 因為我們沒有被標籤花 你還沒有受洗 沒有什麼怎麼樣 像基督教他就很清楚的 我現在基督徒已經受洗了 所以我不能過去拜其他的偶像 但是中國人的這樣的信仰 包括我看講明天西洋三教 或是五教多好 那看到就拜 全部都是拜 我們是眾神的觀念 眾神的一個名字 所以他也確定他 像一個基督徒 所以OK的 我家裡是做生意的 我的家人長輩 也是開公司工廠 然後工廠 其實都會有土地供 就是自己是老闆 然後當然都有外婆朋友 有外婆聲音的 一來 然後早上也到公司去 還沒進辦公司 那個土地供是擺在外面 他這個老闆就是我家親親 這個董事長他去就虔誠了 就燒香這樣子 跪下來拜那個土地供 因為他的工廠不能夠火燒 我要土地供保佑他等等 但是不管怎麼樣 從這個外國人的角度 眼光裡面看到這一個人 董事長高老在上 盡量做這個事情 這個董事長 這個外國人反而喜歡他 結果這個人他有信仰 要跟他做生意 所以說他也不是刻意要去表現 或是說 從這樣一個拜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動作 讓人家感覺到 這個人是謙卑的 剛剛我講的第二點 一個人能夠拜下去的話 那是董事長 那是董事長 因為我們人總是 誰都比誰厲害 誰都是很厲害 所以我們常說 禮拜 這個恭敬禮拜 其實就是 這個董事長 這個董事長